一架武装直升机突然降临农场 全副武装的大兵按照GPS定位冲进民宅 而他们的目标 竟然是眼前这个不满12周岁的小家伙 原来男孩刚刚黑进国家航天局 但目的却只是想找几张航天蓝图挂在墙上 殊不知自己已经引起国土安全局的高度重视 也因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这是由真实经历改编的美剧 男孩名叫沃特·奥布莱恩 智商高达197 要知道爱因斯坦才160 他的原型被称为世界上第四聪明的人 但沃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情商太低 跟他接触的女孩都被他数据化的恋爱方式吓跑 比如对方的内心感受和情绪变化 都被他一一写在纸上 这样女孩不跑就怪了 他情场失意职场也不得已 成年后他组建了一个名为天蝎的团队 成员各个都是天才级别的怪胎 第一个是精通计算的大壮 他对数字非常敏感 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境界 另一个则是行为学专家小胡子 能够从微表情轻易看透任何人的内心世界 最后一个则是机械专家刘波 号称当代小鲁班 能够组装和修理任何东西 四个人的智商加起来高达700多 可就是这四个超级天才组成的团队 却穷得连防费都交不起了 因为没有符合他们智商的工作 沃特无奈只能出去修理路由器 以此来支撑团队的开销 不过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这天国安的摩根找上门来 想请天蝎团队出山帮忙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 落成机场控制塔的软件自动升级 但软件有个错误 导致整个系统瘫痪 和所有航班失去通讯 现在机场上空有56架飞机无法降落 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不解决通讯问题 这些飞机都会耗尽燃料坠火 损失不可不量 他想让沃特出面修复系统 试成之后双手奉上20万美刀 正好缺钱的天蝎团队临危寿命 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机场塔台 可路上遭遇严重堵车 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 沃特让他们去就近的一个餐馆 自己刚在那里维修过路由器 网络绝对可靠 摩根第一时间清场 给沃特提供完美的办公环境 现在距离手架飞机坠落还有89分钟 沃特直接掏出一台精品二手笔记本 他们联系到机场塔台 表明自己要飞进塔台系统 领导不同意 但这可由不得他 随后沃特问他们的系统在哪里有备复 因为系统在升级之后 老系统一般都会单独备复 他要删除新系统 重新安装之前的老系统解决这次危机 得到位置信息 他让小胡子和刘波素素取回备份系统 在这期间 小美给他上了一杯冰水 只是一眼 沃特就发现他有贫血 因为指甲凹凸不平 所以指甲油涂上去很不均匀 告诉他平时得多注意补体 小美一脸惊讶 随后沃特又说那边应该是你的孩子 这么小却没在学校 肯定是你认为他的智力有问题 和同龄人显得格格不入 但你们都错了 这小子应该是个智商不低于190的爵士天才 同龄人根本无法融入他的段位 因为沃特发现大壮正和他下棋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精通计算的大壮思考这么久 不曾想因为一次无意之举 让他发现一个超级天才 成为天蝎团队日后的一大助理 就在这时 小胡子带着系统盘返回餐厅 可当沃特将气打开 却发现硬盘被损坏了 于是问小胡子回来的时候 将硬盘放在哪了 车门的储物槽里 原来储物槽里有影响 里面的磁铁将硬盘数据彻底破坏 这下麻烦了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难道真的只能启动应急预案 让56架飞机去郊区自行坠毁吗 这时沃特看到天空中飞过一架飞机 他灵机一动 这些飞机还是老系统 他可以利用飞机下载恢复塔台的控制系统 但现在通讯受阻 要怎么联系天上的飞机呢 小胡子连忙查看乘客名单 可乘客一般都会按照规矩调成飞行模式 根本联系不上 这时他发现乘客中有一个销售员 真是想啥来啥 销售员的手机永远都不会关机 小胡子连忙打去电话 对方听到是国土安全局 他以为是骗子刚要挂断 小胡子让他看看外面 你要是敢挂 一旁的猛禽战斗机就会将你们击落 老头立马变得听话 乖乖将电话交给机长等候指令 这边刘波则是黑镜交通局 给沃特和小美一路绿灯 他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机场 两人一路畅通无阻 踩一脚刹车就算我输 这时一辆皮卡突然冲了出来 好在摩根一路保驾护航 直接撞向皮卡给沃特留下足够的时间 来到机场塔台 他让联系到的机长在30米高度低空飞行 然后我来捕捉你们的信号下载老系统 可当飞机掠过塔台 沃特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 飞机时速过快 根本来不及捕捉信号 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 56架客机上万条人命 他开始疯狂燃烧脑细胞 只要解决速度差的问题 就能下载老系统解除危机 来到停车场 看到一台老法458 他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请教机械专家刘波怎么偷车 一切准备就绪 沃特让机长将飞行高度降到2.5米 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次他要用有线传输保证一次成功 好在机长是空军退役下来的 两边都是一高人胆大 沃特算好时间 直接将跑车速度拉到666万 飞机则是直愣愣地来到他们头顶 这个镜头也成就了影史上最经典 当双方速度达到持平 副机长将网线递给小美 这个操作看似很难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他们插上网线开始下载 时间稍纵即逝 再不拉伸就会坠火 此时进度条只差一点点 沃特加大油门 关键时刻 终于下载完毕 小美按下回车键 飞机和塔台极限距离擦肩而过 系统终于恢复 他们成功拯救了上万个家庭 事情结束后 摩根拿来一封邀请函 正式邀请天蝎加入国土安全局 成立一个单独的战略反应部门 小到人口失踪 大到丢失和武 而沃特一身武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让小美也加入其中 因为她的儿子小布也是智商一百九的天才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些天才都不懂人情事故 所以需要一个普通人来综合一下 双方达成共识 自此天蝎团队便有了编制 众人也如愿拿到那二十万美刀 这下他们又能挥霍一段时间了 来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如何用一个玩具入侵守卫森严的诺克斯堡 该堡位于美军的一处军事基地 拥有全国一半的黄金储量和天才地堡 还雇佣了最顶尖的安保集团 号称是地球上最安全的金库 这天探员丧彪找到天蝎团队 他怀疑诺克斯堡的安保系统出了问题 于是便让他们从里面偷出一根 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普鲁士拳杖 他全身不满宝石独一无二 只要能偷出来 他们就可以修补生计安全隐患 而且这次行动是不被记录在案的 如果行动失败 总部不会出面救人 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 众人听到丧彪这种无理的要求 纷纷表示拒绝 可当他拿出一千万码内 也不是不可以 任务啥的都好商量 最终沃特一锤定音 接下来 看看他们如何侵入守卫森严的诺克斯堡 刘波将一只玩具潜艇放进水管 大壮利用平板控制走向 潜艇一路来到诺克斯堡下方 然后发射聚安纸泡沫塑料堵塞管道 这样马桶就会不断渗水 当安保人员给维修部打电话时 他们在侵入系统截取信号 接下来就该摩根出场了 他利用国土安全部的权限 成功混入诺克斯堡 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诺克斯堡 可众人又如何解决金库内全副武装的安保呢 原来这里一旦有人非法闯入 便会喷洒一种催眠毒气 毫无防备的安保被瞬间放倒 他们找来门卡打开金库 可刚进去全都一脸门灯 这里竟然有一个戴着防毒面罩的守卫 对方拿着枪 难道这次计划就要失败了吗 他们被迫站在墙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旦拖过催眠时间 众人将插翅南飞 趁守卫呼叫支援 沃特直接关闭照明 守卫打开夜市仪 不料几人拿出手电 强光让他彻底失去抵抗能力 三下五除二便将其制服 来到金库大门 机械大师刘波拿出专业的仪器开始破解 这个过程需要绝对的安静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附近的大兵在进行奥格演戏 为了给刘波创造开锁环境 摩根直接闯进演戏范围 一顿扯皮硬是耽误他们好几分钟 与此同时 刘波顺利破解金库大门 根据这里的物品清单 他们很快便找到普鲁士权杖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下面有一个重力装置 一旦增加或者减少重量 便会瞬间触发机关 不过这可难不倒天蝎团队 精通计算的小胖 按照文物记载 精准无比地算出权杖重量 刘波将手提箱调整配重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他们取走和放上必须完美同步 果然是天才 可下一秒 金库钢门径突然关闭 排水口涌入大量液体 这下真是心形他老弟沸沸 几人连忙去撬门 就这水流量 不出一分钟就能灌满整个房间 小胡子要去堵住出水口 这时天才小步告诉他们 让水灌满房间 那扇钢门就会承受水压 届时打开他就轻而易举了 他们找来一把大马士革钢制作的大宝剑 当水未灌满整个房间时 几人拿着大宝剑哭哭就是一顿巧 很快便打开一道生命之门 几人出来后 刘波说自己不可能算错重量 于是打开权杖的异端 里面果然暗藏玄机 但现在没时间研究 钢要走人 大批安保前来支援 沃特等人只能再次访回金库 刘波用金砖卡住锁星 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暂时拖住安保 这时沃特才发现 权杖里那个不明物体竟然是坡元素 这东西可是剧毒 一刻就能让上千万人消失 而这里足足有半斤 足以消灭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光是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看来探员丧彪不仅仅是让他们测试安保系统 他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权杖里的坡元素 沃特立刻联系大壮 让他查一下探员丧彪的背景 经过一番调查 果然让他找到蛛丝马迹 丧彪在30年前是一名秘密探员 曾参与过多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 几乎可以断定他就是为了坡元素而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眼看安保就要破门而入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眼前的下水井 为了打开这些钢筋 刘波用全杖上的钻石做了一个切割机 打开下水井后几人爬了进去 可近来后几人一脸龙灯 这里竟然是个死胡同 这下麻烦了 沃特灵机一动 刚刚的金库应该在地下六尺 我们爬了三尺左右 也就是说 现在距离地面也只有三尺的距离 他立即联系摩根 让他想办法征用一台迫击炮 摩根表示这不可能 我没法命令军队做任何事情 沃特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他立刻联系大壮 让他黑进军方系统 告出自己的坐标 让他用迫击炮进行封炸 输入坐标后 大壮直接按下发射键 果然是一高人胆大 这个疯狂的想法竟然真的成功了 随后几人来到和丧彪约定的地点会合 他们直接将权杖交给了丧彪 小胡子则掏出刚刚切割钢筋的钻石 塞进口袋的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 而他真正的目的却是取走丧彪的证件 几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双方就此分道扬镳 但故事还没完 沃特找来几颗松子 将子弹粘在上面 然后将松子点燃扔到不远处 类似开枪的声音吸引了安保注意 随后沃特原路返回 再次回到刚刚的金库 将丧彪的证件扔了回去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栽赃家伙 安保拿着证件迅速上报 与此同时 丧彪被拦在大门口 士兵刚好接到指令 接着他们又翻出丢失的权杖 丧彪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是一幅价值十个亿的弗朗茨名画 天蝎团队奉命来测试和升级这里的安保系统 几人好奇地过来查看 究竟是啥话能价值十个小目标 然而当他们看到名画时 沃特情不自禁地上前观摩 众人还以为他被这幅剧作所吸引 可下一秒 他竟拿出一把小刀 在所有人震惊的神情中 亲手毁了这幅名画 管主丧彪就连呼吸都带着心痛 为了证明这是艳品 大壮表示我刚刚数了一下这幅画的笔数 总共是1387笔 比原画少了48笔 而且画框上这个型号的钉子 是在原画问世后第四年才有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 小美十分喜欢弗朗茨的作品 每次看到都十分开心 可刚刚她明显有一种排斥感 所以这幅画百分之百是艳品无益 这是一位肤白貌美的女探员找上门爱 她隶属于艺术品犯罪调查科 通过专业鉴定 查明此画确实是个艳品 说吧就要对这幅画进行指纹搜集 沃特让他们不用费心 这幅画上不会有任何指纹 因为它是用机器印出来的 人工作画因力度不同 会导致画布纤维轻微破损 可这幅画布却完美无瑕 只有机器能做到如此精准 而且大多数名画在被盗24小时内 就会离开国境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后摩根带领天蝎团队找到一位专家 通过了解 这幅画在1936年被一个犹太籍的鞋匠买下 可后来战争爆发被军队夺走 直至1946年 博物馆才接手这幅弗朗茨名画 鞋匠的后代曾尝试夺回此画 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 这时大壮通过网上查询 发现这幅画的4K高清版被人下载过 用来制作房品绰绰有余 下载地址是一个玩具公司 通过逐个排查 最终锁定到一个叫丹尼的员工 可就在众人抵达玩具公司时 对方却做贼心虚地从后门跑路 大壮一路小跑 看来他不适合干这行 经过一番追逐 从小路包过来的摩根一炮将其放倒 大壮只留下一句话 逼人不善于奔跑 接下来就是审问 小胡子表示给我30秒 在行为学专家的语言公示下 丹尼很快便交代了事情 原来是有人雇佣他仿造弗朗茨名画 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亨龙奥天 随后大壮通过查询 发现龙奥天今晚要举行一场慈善晚会 众人立即着手准备 他们要在名画被转移之前把他偷出来 随着夜幕降临 沃特和小美假扮宾客混入晚会 让小美利用特长接近龙奥天 利用高科技复刻他手机上所有信息 小胡子和刘波则伪装成服务员 在大壮的指挥下溜进酒窖 寻找龙奥天收藏艺术品的秘室 可就在他以为酒柜是打开秘室的机关时 听到有安保朝这边赶来 众人只能被迫终止此次行动 虽然没有找到名画 但也不算毫无收获 回去后 他们开始分析龙奥天的手机信息 发现在名画消失之前 他给一个号码连续打了六次电话 此人竟然是博物馆的馆长丧雕 难怪名画会被毫无察觉地替换 原来有内奸在背后搞事 现在他们已经打草惊蛇 丧彪必然会连夜将名画转移 沃特推断 是丧彪和龙奥天达成了某种交易 然后让丹妮伪造了名画 这幅画现在应该就在丧彪手里 果不其然 丧彪得知龙奥天那里被人调查 于是连夜将名画送往港口 殊不知自己已经被天蝎团队盯上了 大壮找出最近的一趟船只货单 其中一个货舱就是丧彪预定的 不多时 他们便在前往港口的必经之路 发现丧彪 眼看就要抵达港口 刘波拿出平板黑镜丧彪的车机系统 丧彪一脸懵圈 昨天刚做的保养今天咋就坏了 看到发动机冒烟 丧彪连忙下车 摩根也及时赶到 当场送给他一副银色大手镯 刚要表扬一下天蝎众人 可下一秒 原来刘波刚刚忘记关闭引擎加热 导致温度过高发动机直接爆掉 那幅价值十个亿的名画也毁了一旦 这下麻烦了 看来这黑锅又得他们来背了 但其实这一切都在沃特的意料之中 因为众人早在行动之前 就把丧彪后备箱里的真剂换成了验体 发动机里也被刘波添加了液燃液体 而刚刚的一切都只是做给摩根看的 至于真剂 他们早就物归原主了 沃特通过那名专家找到鞋匠的后人 这幅价值十个亿的弗朗瓷名画 经过多年的周周转转 终于还是回到施主手里 天蝎团队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弥补了邪将后人的遗憾 也为世间正义图增一份色彩 来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如何用一个薯片包装袋来抓捕越狱逃犯 他们刚刚接到任务 三名囚犯逃出守备森严的高科技监狱 奇怪的是他们没挖地道也没破坏未来 就连监控里都没有他们的身影 三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监狱里出现如此离奇的粤语 天蝎团队奉命前来侦破 典狱长拿来三名逃犯的信息 其中两个都是盗窃犯 显然不具备这种粤语的技术 可当沃特看到最后一个逃犯信息 看来三人能悄无声息地消失 都是丧彪的功劳 这时沃特问所有大门都有监控吗 典狱长思索片刻想到一个地方 他们立即赶到一个废弃的卸货区 刘波上前仔细检查 他抠下一块墙皮舔了舔 接着一拳下去 竟把墙壁打了个窟窿 沃特说逃犯在打扫卫生室 知道这里不会有监控 于是敲开墙壁放了一个接收器 专门收集开门的信号 最后再发送到手机上 典狱长表示我这里戒备森严 手机这种东西不可能在我的地盘来去自录 但不懂人情事故的沃特很快就打了他的脸 几人来到放松的操场 沃特表示他们应该是个团伙 肯定有人在围墙外把手机送了进来 他翻出当天的卫星录像 经过一番寻找 果然看到一只鸟出现在镜头上 但其实它是无人机伪造的 只要他们的手机安装电磁脉冲设备 监控会有三秒无法运行 足够他们跑出大门了 可典狱长说丧彪只有几个月的刑期 怎么会做这种傻事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丧彪是被他们强迫的 回来后 几人研究他们可能会去的地方 就在这时 摩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有劫匪在旅馆接走一辆小汽车 众人立刻前往目的地 通过监控看到是那三个逃犯 刘伯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这三人在截车的时候 丧彪不知道在角落里捅过什么 几人来到室外 发现这里的标签都被颠倒顺序 沃特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路线图 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果然恐怖如斯 随后他们第一时间来到逃犯据点 看到楼下被盗的车子 大壮直接放出无人机 不过操作似乎有些问题 竟然栽冷的一头撞进房间 很快逃犯便冲出房间一顿扫射 吓得众人不敢露头 在抬头的时候 对方已经挟持丧彪离开了这里 这下再想抓到他们就难如登天了 好在大壮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无人机在冲进房间时 刚好拍下丧彪的电脑屏幕 上面正是他曾经黑进选举系统的代码 而且用的还是外往前坠 这说明挟持他的人要将资产转移到海外 按照上面的信息 沃特成功找到丧彪的IP地址 黑进对方的电脑摄像头 发现两名囚犯正在因为他泄露行踪殴打他 可画面没有声音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这时沃特注意到桌子上的薯片包装袋 因为对方的喊声会有声波冲击的震动 他就能以包装袋的震动幅度和频率 猜出对方都说了什么 天蝎成员瞄懂他的意思 只有摩根和小美还被蒙在鼓楼 这就是普通人和爵士天才的区别 沃特让摩根什么也不要管 对着包装袋说出所有音雕 随后大壮根据波纹匹配 很快便拼出一个证券交易的单词 几人露出震惊的神情 这两个逃犯明显是看中丧彪的能力 要利用他在交易所的服务器上植入并递 在股票上市的时候狠狠捞他意 要知道这种天才被有心之人利用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且交易所软件下个月会有一次更新 届时丧彪的代码就会失效 也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选择这个时间月云 但只要他编完代码就会被灭口 必须想办法提醒一下丧彪 大壮瞅准时机闪了一下他摄像头的灯 丧彪看到后瞬间秒抖 于是用手在脑袋上敲出一串摩斯密码 然而就在这时 摩根接到一条信息 财务部追踪到了那个海外帐篷 开户人竟然是丧彪本彪 看来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 目的就是找着两个逃犯当替死鬼 然后从证券交易所大捞一笔 到时即便被抓 黑锅也被他甩出去了 等十个月之后出于身价就是几十个亿 算盘打得不错 可惜他碰到的是平均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蝎团队 摩根立即带着特警抵达目的地 当他们出发后 小胡子突然想到 五号楼是点三次 六号楼才是点四次 丧彪告诉他们的应该是六号楼 但一切都晚了 五号和六号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为了阻止丧彪 天蝎团队决定亲自出手 来到六号楼 沃特利用遥控器入侵楼内的电子系统 大壮将一个装满燃料的瓶子扔了进去 遥控器轻轻一按 楼内瞬间火光冲天 逃犯无奈只能跑出大楼 原来刘波利用物理反射 将红外线伪装成瞄准镜吓唬逃犯 可不料笔记本电量不够 红外线瞬间消失 逃犯意识到被耍 拿着威冲对着他们就是一顿兔 最终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不善武力的天蝎小组只能投降 逃犯要把他们关进大楼毁尸灭迹 千军一发之际 铺天盖地的子弹突然袭来 原来摩根发现五号楼是空的 回去后看到天蝎小组不见 便跟着车轮印记一路来到这里 然后便有了眼前瓮中捉鳖的一面 在普通人眼里 智商高达150的丧标手段属实是离谱 不过这在天蝎小组面前 就像成年人看幼儿园的区别 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男人正在维修火箭 可突然天降一道闪电批中点火装置 损坏了不必合电路 火箭发射在即 沃特熄火无果后准备撤离 但一切都晚了 为了避免被烤成空气 他只能关闭舱门 跟着火箭飞到外太空 现在唯一活命的方法就是船舱与火箭分离 在火箭到达太空之前 利用自带降落伞回到地面 可此时火箭处于故障状态 他只能启动备用系统恢复控制 随着进度条读取完毕 火箭恢复正常 然而就在他要启动逃生装置时 系统却显示降落伞异常 基地里的刘波尔也发现这一情况 他连忙上前阻止 看到按钮熄灭 沃特这才松了口气 但他也不得不跟随火箭来到外太空 好消息是他可以进入禁地轨道 还有活下来的机会 坏消息是这艘火箭为了试验 只装了三分之二的燃料 26小时之后就会坠毁 更要命的是火箭通讯射尸受损 想要救人就必须恢复通讯 摩根提议用空军预警机 他可以弥补缺失的通信阵列 重新将信号从火箭上传回地面 负责人表示我这只有飞机 没有你说的那种设备 这时刘波看到新闻上的通讯车 他灵机一动 在记者的眼皮子底下把车开走 五分钟后 一架飞机拉着通讯车来到万米高空 在机械大师刘波的调教下 成功和沃特恢复通话 可话还没说上两句 沃特似乎听到舱外有撞击声 他连忙起身查看 众人一脸不解 外太空怎么可能有人敲门 这时小胡子发现 火箭的氧气浓度下降 肯定是在发射的时候受损了 刚刚的撞击声应该是他的幻觉 果不其然 沃特因缺氧导致脑部压力增大 不出三十分钟就会缺氧而死 而他也会出现更严重的幻觉 比如日思夜响的小美从货舱出现 随着氧气浓度越来越低 他的幻觉越来越离谱 在太空这种浪漫的环境下 和梦中女神翩翩起舞 天蝎成员都看呆了 只见沃特一个人在那里干大的表演 脸上的表情简直让人无意 这时大壮惊喜地发现 有一颗卫星即将和火箭相运 当双方碰面时 他就能黑进卫星给火箭输送氧气 但前提是让沃特拉动那个蓝色扳手打开火仓 可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他根本听不进去 这时小美赶到基地 小胡子知道救星来了 他让小美引导沃特去拉动那个蓝色扳手 讲述了期间发生的种种细节 小美衔接刚刚的剧情开始引导 经过他一顿巴巴 终于让沃特拉下扳手 大壮立即飞进那颗卫星 刚要控制他进入火箭火仓 但还是晚了一步 沃特已经发生休克 等到卫星进入火仓是来不及了 他们必须启动应急预案 那就是打开舱门 曾在海豹突击对服役的小帅说我有办法 你们只需要计算我俩的重合时间 我就能在空中跳伞将他接住 大壮表示这也不现实 在预警机上的摩根连忙说我可以 我也在部队训练过特种跳伞 这需要非常精准的计算 大壮得到摩根这边的飞机行进速度 还有沃特的太空舱在大气层坠落的速度 综合空气环境等因素 算出准确时间 他让摩根先跳 过了几秒之后 众人在远程打开太空舱门 沃特在离开之前还处于幻觉 没舍得放开小美的手 他将和摩根完美错过重合时间 这时沃特恢复了意识 发现身处万米高空 并且以每秒53米的速度下准 简直不要太吓人 为了救人 现在只能让摩根张开双臂 用风阻适当减缓下落速度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 很快两人的飞行轨迹便重合到一起 接下来就简单了 只要能接住橄榄球 摩根就能抓住沃特 但不巧的是他没参与过这种运动 俩人接触的一瞬间便被立刻弹开 竟然失败了 摩根无奈只能打开降落伞 沃特呈自由落体继续下坠 天蝎众人立刻开始研究 无伞坠落的生还几率 发现确实有这种先例 但他们无意例外 都是掉在一个非常柔软的地方 小美表示沃特的下方是海面 应该没问题 大壮却泼了一盆凉水 如果在这种高度和速度下撞向海面 无异于撞向水泥墙 沃特集中生智 表明自己需要外力破坏海面的张力 众人立刻猜出他的想法 时间紧迫 他们连忙算出沃特的坠落点和时间 然后通知附近的海军发射一枚鱼雷 只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和地点爆炸 沃特在入水的瞬间 便会有一个真空地带将他保护起来 从而增加生还的几率 不过由于火箭被沃特搞报废 维修费也不好意思要 所以这集他们没法继续挥霍 这期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如何解决漂浮在海上五百吨的塑料垃圾 首先沃特将引爆装置和粘合剂放进玻璃罩 制作了一个简易炮弹 然后把它们分别放进自制的发射桶里 一个保护环境的火箭筒就做好了 在机械专家刘波的发射下 粘合剂在垃圾群上空爆开 它们会将塑料垃圾粘在一起 变成一个小岛 两个小时后 天蝎小组驾船来到垃圾岛附近 沃特第一个走上去 果然坚硬无比 接下来拿上它们自制的蜡虫 均匀地撒在垃圾岛上 这种蜡虫会将塑料啃食殆尽 并且不会对海洋系统有任何影响 几乎能完美地消化这500吨塑料垃圾 可此时它们租来的渔船抛锚似乎有些问题 已经被洋流推开一段距离 殊不知一场灾难也即将降临 小美刚要点火 却发现引擎失灵 当众人看向海面才发现 附近海域竟突然出现几千只含有剧毒的松茂水母 看来是它们卡住了引擎 导致船只无法启动 霍特这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粘合剂出了问题 里面有松茂水母喜欢的饶族动物和轮虫 它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消灭海洋垃圾上 却忘记这种食材是水母的最爱 可此时蜡虫已经开始啃食垃圾岛 不出半个小时 几人就会命丧于此 它们不能坐以待毙 大壮拿出补金泡 算好距离和角度 未准垃圾岛一发入魂 检测员金姐第一个爬了上去 很明显它的体质不错 三下五除二就爬到船上 接下来轮到刘波 可此时杨流竟然流向反方向 绳子撑不住如此力度地拉着 察觉到不对 刘波连忙返回垃圾岛 不料鱼叉正中船艇 这下麻烦了 等不到救援队它们就得传回人王 大壮灵机一动 将重物推到船的另一侧 把漏水的地方浮出水面 减缓下沉速度 此时垃圾岛也在不断消散 沃特突然想到可以伪装 水母通过味觉和嗅觉觅食 只要我们能模拟它们的同类 就不会攻击我们 于是他让小美发射几瓶深海鱼油过来 随后二人将鱼油均匀地涂抹全身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 沃特掀起袖子抹上鱼油 伸进水里进行试验 果然好用 但它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游过去 否则鱼油就会被水流冲掉 很快俩人便在松茂水母的注视下游到目的地 不过他们还要对破损的船只进行修复 身上的鱼油已经不足以支撑伪装 沃特感觉水母开始遮忍了 好不容易忍痛不好漏洞 一个大浪突然袭来 一本书刚好砸到船洞 船只开始清醒 金姐一个不注意掉进海里 这下舒服了 没有鱼油保护的 她很快就被遮到休克 好在沃特临危不乱 利用仅剩不多的鱼油就回金姐 上来后他们用淡水反复冲刷 将残留的触手都弄下来 再用醋倒满全身抑制毒素 可即便是这样也只是杯水车薪 金姐必须立刻送往医院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这边摩登好不容易找了一架医疗直升机 但距离太远不够飞一个来回 还需要天蝎小组再往回开16公里 沃特却表示这个交给我 摩登给了他一个精准坐标 让他们尽快到达 如果直升机没看到你们 就会立刻返回基地 说干就干 众人将燃料倒在发动机上方 然后一把大火将其点燃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大火虽然能吓跑水母 但他们高估了水母的移动速度 船只已经开始燃烧 好在关键时刻 引擎终于恢复 天蝎小组躲过一劫 但他们能力越大遭遇的事情就越离谱 这天小美带着儿子小步乘坐地铁 可列车到站并没有停下 乘客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的情况 紧接着车厢一顿颠簧 只有小步稳稳地立在原地 看着窗外的场景 他判断这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在操纵列车不断加速 小美连忙打给团队成员 摩根让交通局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大壮则直接黑进控制中心 发现地铁的时速已经达到128公里 要知道地铁的正常时速才45公里 更要命的是 再有30公里就会遭遇弯道 届时便会车毁人亡 为了救人 天蝎团队立即出动 沃特让所有乘客转移到列车的右侧 用力推车向内壁 他们则拿来铁轨倾倒地沟游 让地铁国弯更丝滑 竟然真的成功了 但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 刘波说这辆地铁应该有一个舱门 里面可以调成手动驾驶 让列车减速 可这扇门却有一个电子锁 这时小布拿出一块电池 利用电线发送出一个电子外充信号 就这样轻松打开舱门 不料这里的手动控制开关早已消失不见 沃特这才知道列车根本就不是出了故障 而是有人在暗中动了手脚 为了避免发生相撞事件 交通部第一时间撤回所有车辆 可奇怪的是 如果对方是恐怖分子 他们有100种方法毁掉列车 可就这样一直加速一辆车 那对方很可能另有目的 众人第一时间将目标锁定到落成机场 果然在其中一个金库里看到漏洞 这里存放了价值一个亿的金币 刘波看到洞口断层 判断对方是用装了消音器的液压钻机进来的 金库外听不到一点声音 就在这时 下面传来一丝声响 看来对方还没走远 众人一个接一个跳进隧道 看到逐渐跑远的声音 摩根刚要追 机械专家刘波表示看我 只见他拿出一把扳手放在铁轨上 几人上前查看 发现劫匪兜里确实装有金币 而他的同伙应该就在某处遥控地铁 沃特几人决定分头行动 他找准时机抓住飞速行驶的地铁 大壮提醒他 还有25秒你会撞到接线 小美连忙敲碎玻璃 最终有惊无险地进入车厢 沃特用电脑接入地铁建立防火墙 停止劫匪的加速指令 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操作 摩根这边就简单粗暴地多 几个电炮下去 劫匪还是死不开口 小胡子见状拿来一个箱子 将劫匪装了进去 然后摇晃车子假装去一个山路崎岖的地方 几分钟后 俩人用力摔了一下车门 将劫匪从后备箱拉了出来 然后拿出两把铁器 劫匪蒙了 这步骤咋这么像活埋呢 直到小胡子拿薯片扔在箱子上 对方以为是土 分分钟便把同伙供了出来 摩根很快便根据地址找到丧彪 上来哭吃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小胡子立刻接手计算机 解除了远程控制 然而沃特这边却遇到了大麻烦 前方就是分岔路 如果不拐弯 就会驶入一条未完工的隧道 眼看一车人就要原地升天 刘波在关键时刻跑进隧道 手动改变了岔路方向 接下来就是减缓车速 没有了远程控制 地铁在沃特的操控下慢慢减速 可由于长时间高速行驶 引擎温度过高制动系统突然损坏 此时列车彻底失控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最终的结果就是拖轨撞墙 沃特灵机一动 将所有人赶到后面车厢 然后告诉小胡关门后拉动分离感 我要分离车厢和车头 到时车厢就会减速停下来 我有十秒的时间足够回来 然而当他们来到后面车厢 却没发现分离感 他竟然想牺牲自己 拯救这一车人的性命 而且车头如果没有车尾的重量拉着 就会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在隧道穿梭 到时沃特必死无疑 他深深看了一眼小美后 果断拉动分离感 一分钟后 车头呈碎裂撞滑进狭小的隧道 众人强忍住泪水上前查看 却没看到沃特的身影 他竟然挂在隧道上空 这又是什么情况 原来在列车脱轨的最后一秒 他侥幸找到一条铁链逃了出去 不愧是智商高达190的男人 这时小美从身后走来 本以为会有一场深情告白 可下一秒 是一群智商超过190的顶级科学家 他们竟然擅自炸毁切尔诺贝利的防护掌 难道当年的悲剧要再次重演吗 一旦切尔诺贝利事件重现人间 数亿人都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不久前 核能源理事会的工程师刘海找到天蝎团队 当年为了掩盖核辐射 他们在核电站上方倾倒了数千吨混凝土 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穹顶防护罩 但由于制作的时间仓促 随着时间长河遗留至今 穹顶竟然开始慢慢解体 为了避免灾难重演 能源理事会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可移动石棺 至少能隔离切尔诺贝利150年 但这里的土地因为常年辐射 承重能力大大下降 石棺重达几千吨 刘海希望他们能在核电站周围 找到承重几千吨的土地 事不宜迟 天蝎团队立即出动 来到切尔诺贝利外围 刘海带着大壮飞到穹顶上空 确定石棺的覆盖范围 沃特则利用机器人钻进破损的穹顶 不多时 镜头中便出现一堆融化物 他们正朝着反应堆缓慢移动 一旦接触到色霸 就会演变成另一个切尔诺贝利事件 可辐射似乎对机器人有所影响 摄像头一顿模糊之后 机器壁开始燃烧 落尽融化物产生巨大的爆炸 一股浓烟让刘海的飞机失去控制 他无奈只能选择破降 结果飞机竟然直愣愣地朝穹顶撞了过去 天蝎众人连忙上前营救 由于刚刚的意外事故 加剧了融化物的破裂速度 再有40分钟 整个小镇都将被炸上天 然而物业偏逢连漏雨 一个水管突然破裂 朝着融化物疯狂注视 加剧了灾难的降临时间 沃特知道警停蛮力是救不了人的 他看向不远处的游乐园灵机一动 拿起一旁的铁链 链子一端连在飞机上 另一端则连到旋转木马 他要利用这个巨大的脚盘拽出飞机 随着铁链崩的笔直 飞机开始不断后退 可没走多远就再次卡住 小美莲忙下去查看 清理掉障碍之后 飞机被顺利拉出穷顶 沃特得知小美被困在里面 带上氧气瓶就冲了进去 刚要扶他出来 洞口却被落室封死 这下搞大了 眼前这种情况就算神仙也难救了 打通洞口显然不现实 这时他们发现融化物距离和燃料只剩三米 大约按照每分钟0.3米的速度移动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沃特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就是封住融化物 绝不能让他接触和燃料 否则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可封住这些融化物至少要30吨的混凝土 短时间内根本梦不来 沃特表示我们可以炸掉穷顶 这不就是现成的混凝土吗 总之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绝不能让他们碰到一起 说干就干 机械大师刘波立刻着手准备 与此同时 沃特和小美发现穷顶的顶部有个裂缝 这是他们唯一的逃生机会了 十分钟内出不去 这个巨大的穷顶将成为俩人的坟墓 他们一路畅通无比 可就在通过一根钢筋时 沃特竟然腿软失足 氧气瓶不慎掉落 小美连忙将她拽了上岸 现在她只能平住呼吸 一旦吸入辐射灰尘 对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好在距离穷顶裂缝不算太远 俩人终于是逃了出来 但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 现在他们必须想办法下去 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 足以见证这个智商高达190的男人有多可怕 沃特找来一块石头 用电线给他来了的五花大绑 然后另一头捆住自己和小美 此时刘波等人已经准备好炸药 只等二人下来便会引爆穹顶 只见沃特拉动电线 石头成一个完美抛物线缠在钢筋上 紧接着二人一跃而下 距离刚刚好 众人上前救下队友 眼看融化物就要触碰核燃料 刘波知道不能再等了 众人成功阻止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再次发生 待烟尘散去 沃特表示自己会在今晚将事关的安置方案交给你们 但你们一定要在明早之前把它放好 不要搞一些官僚主义 天蝎团队用他们的高智商拯救了上一人的家园 回去后 众人各自拿了一杯科技与狠活 据说这可以清除他们体妹的辐射 一口下去 差点没惹出来 这期有点文明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个男人感染了一种来自十万年前的上古霉菌 这种霉菌的传染速度极快 可以通过空气墙壁和任何媒介进行传播 如果你试图用杀菌剂来消灭他们 霉菌就会判定被恶意攻击 向空气中喷射大量包子家具传播速度 被感染的人不出两个小时就会发病身亡 这家医院就要沦陷了 工作人员立即执行紧急封锁程序 不过万幸的是 天蝎小组也被困在这里 原来是沃特的姐姐病危 所有人前来探望 殊不知刚好遇到这种十万年前的超级霉菌 小胡子刚好对霉菌有所研究 他怀疑宿主就是第一个发病的男人 于是警告所有人不要直接触碰感染者和墙上发霉的地方 接着翻出他的钱包 里面有张国家森林的停车收据 小胡子心里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用小刀刮下男人鞋底的泥土 果然有金字沉淀 男人应该是最近去过国家森林里非法探望 从而被超级霉菌感染成为宿主 才有了如今这番景象 为了计算霉菌的蔓延速度 小胡子在墙上画了几条红线 与此同时 沃特黑镜广播系统 命令所有人不要喷洒猎菌剂 专家却表示一切尽在掌握中 对付霉菌没人比他们更专业 话音刚落 霉菌喷出大量肉眼可见的包子 所有专家当场中招 看到情况失去控制 沃特连忙用石膏堵住大门缝隙 可这要等石膏彻底干了才能真正密封 这时小美拿来液体氮气 对着大门哭哭就是一顿喷 石膏瞬间硬得跟石头一样 但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 医院里到处都是通风口 他们必须想办法关掉主循环风扇 否则谁也逃不过被感染的命运 在刘波的帮助下 两人顺利通过一道道被封锁的区域 只要关闭这个巨大的风扇 就能阻止病毒传播 此时控制室已经布满霉菌 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关闭 沃特立即呼叫大壮 让他控制核磁共振影 将磁机开到最大 在磁力的作用下 风扇的转速减慢了许多 沃特和小美联盟拿出 铝制的输液架嵌入风扇 可他们实在是低估了主风扇的马力 眼看这个方法无效 俩人刚要离开 才发现大门已被锁死 这边刘波发现霉菌已经越过红线 小胡子得知此事 告诉所有人霉菌的蔓延速度加倍 如果一个小时内不解决此事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一名孕妇的羊水突然破裂 已如今这里的环境 婴儿的存活几率几乎为零 刘波立刻去寻找热水和毛巾 可他却震惊地发现 消毒柜上已经满是霉菌 但这个瓶子却有一个干净的手印 看这手形 小胡子判断应该是大壮的 果不其然 大壮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注意抗拒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培养出一种超级细菌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 他来到满是霉菌的走廊 将用过的手指通过吸管喷在墙上 果然有效 霉菌竟开始大面积消散 可总不能让大壮给所有人来的全身按摩吧 沃特立刻联系摩根 让他培育大壮身上的超级细菌 摩根找到唯一没有进入医院的天蝎医员 就是还在上学的小步 拿出来了 众人想到消防管道 摩根拿来一个大功率吸尘器 大壮则用弹弓将标本摄入管道 拿到标本 摩根配合小步培育细菌 做完这一切 他立刻返回医院 可此时疾控中心已经接管了这里 警员将摩根拦在外面 这下麻烦了 申请客权肯定是来不及了 那怎么从医院外面将标本扩散了 沃特灵机一动 可以将培育的标本熔液 用水蒸汽的方式排进消防管道 这样整栋大楼的霉菌都会消散 刘伯听到后立刻来到厨房 他要利用天然气管道将消防管加温 只要热量足够 标本熔液就会变成水蒸汽净化霉菌 随后他找来一些简陋的防护工具 就这样钻进满是霉菌的夹缝 用开酒气给管道开了个口 挤锤子下去发出呲呲的声音 然后拿出点火器将其点燃 接下来就是动员所有人打开消防栓 将水管通通拔下 此时管道已经烧得通火 刘伯却无奈中招 忙着接生的小胡子没法分身 只能看着队友倒在地上 关键时刻 摩根和小布将标本熔液倒进消防管道 液体预热变成水蒸汽 充斥在医院各个角落 这种上古霉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消散 昏迷的医生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宝宝也在小胡子手中降临人间 当他转过头 刘伯也恢复如初 这一切结束后 沃特连忙回到姐姐的病房 智商高达190的他 能带领天蝎团队打败上古霉菌 却对姐姐的病情束手无策 最终只能看着被病痛折磨的姐姐撒手人寰 这集有点悲伤 请小伙伴们选择性观看 看看这个智商高达190的男人是如何越狱的 在普通人眼里这只是一件在平常不过的衣服 但在他眼里这就是越狱的钥匙 他扯下又有一条袖子 接着来到马桶前抠了半天 这里的东西含有氯气 抠出来反复搅拌后 再塞入一个金属扭扣 只见他大力轻推一顿摩擦 摩的袖子直冒白烟 最后将成品塞入监狱门锁 形成的烟雾竟然会让锁星变形 不到十秒 沃特就成功脱身 可他隶属伯托安全局 又怎么会被关在这里呢 原来他们被着摩根接了趟厮活 来到拉斯维加斯的一间赌场 帮老板解决亏损问题 他先是在地毯下放了些压力板 如果有人的移动不是随机进行的 那就说明他在坑赌场的马内 然后众人来到办公室守株待兔 可看了半天 几位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也没找到漏洞 工作人员和客人都没有任何毛病 那赌场是怎么亏损的呢 这时沃特看到一个镜头 放大后 他瞬间就知道老板为何会亏损 因为这个核官的手太小 于是老板把核官叫了过来 让他亮出双手 老板一听自己亏损 是因为核官手太小 当即便炒了他的鱿鱼 罗尼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工作 赌场的亏损问题也顺利解决 天蝎团队这趟私活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为了庆祝 沃特允许队员在这里放松一下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这时沃特发现两个球帽男鬼鬼祟祟 朝人群的反方向移动 身体僵硬地看着手机 这俩玩意儿肯定不是啥好比 剧情和沃特猜想的一毛都不差 当警方赶到现场 劫匪早已消失不见 老板怀疑这起抢劫跟天蝎团队有关 因为他们刚刚动过赌场的安保系统 监控刚好被弄出的盲区 门口没照到劫匪的声音 但沃特通过压力板发现 劫匪压根就没有走 而是跑进了这个房间 老板表示这是死胡同 你边也边的靠谱点好吧 难道劫匪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这时安保拿来一个录音 是从赌场麦克风里分离出来的 这明显是沃特的声音 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后老板要求调查他们的随身物品 天蝎众人自然不会拒绝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们做的 可就在这时 搜查人员在沃特的包裹里找到马内 和丢失的马内序列号一模一样 沃特表示我长这么大从没放过嘴 这下玩大了 法庭上小美要给摩根打电话求主 却被沃特直截了当地拒绝 因为这趟是私活 遇到任何问题她都要自己解决 毕竟她也是要面子的 这时法官问到她 沃特表示自己智商大于等于197 你无法公平审判我 因为你至少要找12名和我智商相符的陪审员 就这样 沃特被迫进了耗子 可天才到哪都不让人省心 来到登记处 一位白脸大汉还在狡辩 几人面面相娶 白脸大汉怒了 你别让我在牢房碰到你 老子大名叫鼠刀山 耗子里全是我兄弟 警员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只能将他和新来的酗酒放关在一起 可当他看到育友是被他搞下岗的罗尼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罗尼说啥都要掐死这个让自己失业的人 要不是他 自己又怎么会酗酒进了耗子 沃特无奈只能用出大招 一顿响指过后 罗尼就像被催眠了一样 这招对罪汉摆是不爽 对方终于恢复理智 接下来就是如何逃出这间牢房 沃特灵机一动 扯下罗尼的袖子 从马桶里搞了点含有氯气的东西 再放入金属钮扣 反复摩擦后塞入锁眼 只听锁心里传来咔咔咔的几声 沃特便随手跃了个月 与此同时 刘波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指控沃特的监控和他们住的房间 根本不在一个楼层 这明显是被恶意剪辑的 看来有人想要把黑锅甩给他们 为了找出证据 当晚刘波等人来到赌场对面的大墓 射出一根888米的绳索 从空中所降来到赌场天台 可就在二人爬过管道时 小胡子不小心掉了下来 刚好充当诱尔吸引了无数安保注意 刘波则一路来到老板办公室 打开电脑 大壮通过远程连接复刻了硬盘资料 不出意外 小胡子被安保抓住 剩下的人和逃出来的沃特会合 他们在老板的电脑里发现 赌场必须有内部人员刷卡才能进出 而在劫匪控场的那个时间段里 只有老板的女儿丧彪有刷卡记录 看来她就是幕后黑手 与此同时 丧彪正带着小胡子前往郊区 原来她父亲一直重男轻女 无视丧彪付出的一切 才有了她今天自导自演的一出抢劫 目的就是拿着这笔马内自己单飞 但她知道天蝎团队的厉害 于是让小胡子给队友打个电话 今天她要团灭天蝎 不夺时 天蝎成员接到短信 很快天蝎团队赶到指定位置 看到丧彪带人挟持小胡子 瞬间明白了一切 今天他们是要凶多吉少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丧彪看到沃特竟然没在牢里 瞬间察觉到一丝危险 下一秒 大批警方从四面八方涌来 丧彪当场被捕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露出破绽的 这时一名警员拿下头头 来人正是摩根 原来是沃特给他打的球员电话 因为小胡子说自己在猎狐座的下方 可这个季节哪来的猎狐座 智商超高的小胡子怎么能犯这种错 于是他断定队友遇到了危险 这时当地警方也查明了真相 还了沃特一个清白之身 但他们皆私活的事不可原谅 摩根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回去 俩人懵了 这钱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两个单身大老爷们在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 是如何将没有免疫系统的小女孩 救出无军烫的 洛盛都一处民宅被风暴席卷 消防员却任由电线在屋顶飞舞 刘伯问他为何不切断电源避免火灾 看到民宅火花四箭 刘伯连忙闯进房间 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军舱 原来女孩身患怪病 从小就失去免疫系统 离开无军舱或者断电就等于宣判她的死刑 可如果不走 砸了屋顶的树干随时可能破坏保护罩 届时大量细菌和花粉坠落 女孩同样难逃一死 情况紧急 天蝎团队立即赶赴目的地 他们对现场咔咔一顿拍照 然后传给大壮 用照片创建一个3D模型 这样就可以估算碎片的大概重量和体积 还有电线的拉伸强度 在不破坏保护罩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减轻它上面的压力 在大壮的指挥下 天蝎众人开始排除杂物 顶着触电身亡的风险 一根根树干和瓦快被取出 但不出点意外就不叫天蝎了 就在这时天降大风 屋顶的碎片竟然开始移位 一根树干险些穿透保护罩 好在沃特眼疾手快 可又一根树干顶在保护罩上 俩人够不到 小女孩必须展开自救 她连忙找来桌子一类的东西 不断增加高度 看到差不多了 拿出充气床垫顶在树干下方 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碎片再次发生一味 一根电线断裂脱落 刘波通过计算 不到10分钟保护罩就会被融穿 可又不能断电 现在他们只能把小女孩救出无军舱 老父亲已经绝望了 从小到大 女儿只离开过一次无军舱 还是去做手术 那次足足准备了一个礼拜 现在时间仓促 难道他要眼睁睁看着女儿领盒饭吗 为了救人 天蝎小组就地取材 在消防车上找到防护服和氧气罐 面罩用高压灭菌器 防护服用还氧以完消毒 做完这一切 女孩才穿上防护服 可保护罩也开始坍塌 大门被堵住 刘波直接用小刀破开一个口子 女孩刚走出来 无军舱便彻底沦陷 现在当务之急是给女孩找一个无军的房间 大壮想到附近饭店的冷藏室 于是立即征用了这里 可要怎么给冷藏室快速灭菌呢 沃特让他用高温 足够高的温度能杀死所有细菌 但要精准掌控火焰的温度 众人说干就干 立刻用酒精涂刷冷藏室 这边正准备着 刘波这又出了问题 身穿防护罩的女孩竟突然发热起了无数红底 小胡子断定这是对防护服的面料过敏 这下麻烦了 他们距离饭店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脱掉这件防护服他肯定撑不住 但如果不脱 女孩很快就会发生过敏性休克 那样更加危险 他们想到有洁癖的大状 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无菌的 看来只能把女孩浸泡在蜂蜜中了 天蝎众人立刻带着女孩来到蜂蜜屋 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女孩脱下防护服 就会暴露在空气中 从而发生感染的风险 为此刘波利用地毯制作了一个电离层 这样就能排斥他身边的细菌和微生物 脱掉防护服的女孩素面朝天 对着许久未见的天空张开双臂 转身便戴上氧气面罩钻进蜂蜜桶 紧接着众人再次上路 一路火花带闪电朝饭店出发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来到目的地 他们将蜂蜜桶推进准备好的冷藏室 准备好一切 所有人退出房间 一把拯救女孩的大火在疯狂燃烧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大火让蜂蜜交堂话 蜂蜜桶表面已经开始凝固 刘波给女孩不断加油打气 一分钟过去了 火势逐渐变弱 直到彻底熄灭 他们开始给冷藏室供养 接下来就只能交给天意了 因为里面要保证绝对无君 众人无法进去帮忙 只能让女孩自己突破蜂蜜表面的凝固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 女孩凭借强大的求生欲战了起来 好在是有惊无险 他们给女孩安顿好了一切 这里足以保证她生活无忧 天蝎团队为了给女孩回归正常人的希望 他们创造了一种算法 对全球范围内的遗传数据进行浓缩 只要有一个可以匹配她补随的人出现 就会让她重获新生 这个计算时间可能会维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女孩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十分感谢天蝎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刘波还拿来一个虚拟仿真设备 为了园女孩一个校园舞会的梦 他们特意搞了一个舞会派对 如果湖水爆炸了该怎么办 来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是怎么处理的 这天沃特来到湖边打水漂 意外发现里面飘着几条死鱼 水面还不断冒出气泡 就连岸边温度都比平时低了许多 察觉到一丝不妙 他立刻返回聚会 叫停了正在闲聊的人们 沃特连忙解释道 就像被摇过的碳酸饮料 一旦有什么东西搅动湖水 湖水就会爆炸 现在当务之急是撤离村庄 人们却还是不信 只有天蝎团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救人 他们必须阻止湖水爆炸 沃特提出一个疯狂的计划 他需要一支巨大的吸管 把气体从湖底吸出来 减弱湖底二氧化碳的浓度 众人说干就干 巴德负责寻找吸管 很快便在村庄找来大量钢管 这时守在基地的刘波提醒沃特 从卫星的热成像来看 整个湖泊就像个火药桶 所以你需要在吸管上安装阀门 调节抽取气体的速度 否则一旦过快或者过慢 悲剧还是会发生 为了将吸管放到目标水域 摩根找来一条没有发动机的船 慢是慢了点 但总比用发动机把湖水引爆得好 不多时 众人便来到目的地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 投出去的钢管不可能再收回了 沃特只能放手一搏 他用气囊的反作用力给到钢管 下一秒二氧化碳混着湖水喷涌而出 给湖底成功减压 然而就在一切都顺利地进行时 基地的小胡子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 热成像显示湖水的温度竟然更高了 沃特连忙关闭阀门减缓排压速度 壳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 一用力阀门竟然被拽了下来 这下麻烦了 本来是要阻止这场灾难 不曾想反而加快了湖水爆炸的速度 此时水面涌出无数气泡 几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三人狼狈地回到岸边 好在没受什么伤 但基地却传来一条坏消息 就在刚刚爆炸之后 一团巨型气云正向村庄凝聚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二氧化碳气团 此时大壮和小美还在劝告村民离开村庄 但他们都认为是这些年轻人的恶作组 沃特连忙赶到现场 为了证明灾难即将降临 他拿出两根皮筋绑在车头 然后激活一发燃烧品 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眼看沃特放的火越烧越大 村里的年轻人上来就要动手 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刚刚越长越望的伙食竟然被瞬间扑灭 速度之快让沃特始料未及 看到这儿 村民连忙往反方向跑去 流过远程告诉他们 气团已经将你们包围 反方向是死胡同 跑路是没有用的 沃特叫停所有人 想要活命就得想办法消灭气团 这时大壮想到 可以用硫化美中和气团 沃特突然看到墓地里鲜红的玫瑰 保持花朵鲜艳就需要撒血盐 而血盐里有大量流化美 现在又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们要怎么把流化美送进气团中心呢 因为需要一栋重物 没人能屏住呼吸那么久 这是一个老头送上自己的氧气罐 巴德也自告奋勇 他曾服役于海豹突击队 经过特殊训练 只要吸入一口唇氧 就可以屏住呼吸几分钟 说干就干 巴德吸入一口唇氧 然后两人推车朝着二氧化碳气团跑去 来到目的地 他们迅速打开流化美 现在拼的就是耐力 一口气没憋住就会隐恨当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众人突然发现天边有一道奇异景色 致命的二氧化碳气团终于消散 沃特和巴德奇迹生还 要知道普通人推着几十公斤的东西 跑过一个足球场的距离还不呼吸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在天蝎团队面前 这一切竟然都显得合情合理 如果被黑帮用枪指着该怎么办 来看看这群高智商天才是如何教学丧彪的 这天一位身价亿万的富豪找到天蝎团队 出价一千万请他们找个人 原来他的女儿被保 劫匪索要五百万赎金 可当他把马内打过去时 对方却临时变卦 竟然说这只是定金 继续索要后续违款 富豪彻底目了 可动用一切手段也没找到劫匪的位置 沃特向他索要对方的汇款账户 大壮只是几秒便锁定他女儿在库利亚坎附近 为了保证人质安全 他向富豪要了一架私人飞机 带着五百万现金和劫匪去美罗边境交易 众人不解 这样做岂不是肉包子打狗 但沃特有自己的想法 他取出钞票防伪条 然后让摩根去申请带有定位的防伪条 这样就能精准锁定劫匪的位置 于是他和摩根约定到达墨西哥后再见 他们已经和当地警方沟通好了 落地就会被护送进城 可这个警员似乎有些不靠谱 竟然将他们扔在车站等公交 理由是我穿着制服你们只会更加危险 就这样 警员在众人一脸蒙圈的表情中潇洒离去 很快 一辆面包车急驰而来 几人还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公交 结果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蒙面呆 二话不说就抢走了马内 这下麻烦了 人还没看到马内就被抢了 他们来到和摩根会合的地方 看到几人小脸煞白略微带点上火 就知道出事了 这时劫匪再次发来勒索视频 如果下午六点前没看到马内 你们就等着收拾吧 众人一个头两个大 现在让他们上哪整形去 就在这时 大壮突然发现 劫匪的视频里出现一只鸟 是灵鸳鸦也叫灵鸭 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到骨仓附近 众人立刻出发来到目的地 摩根跑上前打探情况 里面竟然是空的 几人大摇大摆走进骨仓 这时小胡子注意到门口的雕像 那是当地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劫匪怎么会在视频中露出这种东西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看来这其中必定有诈 下一秒 逆挺大波罗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下麻烦了 他们竟然被困在了这里 劫匪果然够狡猾 然而物业偏逢连漏 一个梯子突然倒下 砸在开关上 大波罗对着电扇疯狂射击 铁皮筒很快就会支撑不住 小美这边危在旦夕 这里只有摩根的枪法还可以 沃特让他破坏固定大波罗的脚链 几枪下去 成功打掉其中一架 随后沃特扔出一箱果冻场 这么多活动物体 大波罗的CPU都要烧了 就这样顺利就出了小美 回去后 机械专家刘波通过研究 这种自动大波罗很厉害 但做工却十分粗糙 可以断定是本地人的手 刘波要去打听一下 随即便拿着波罗零件四处询问 当地人纷纷表示不清楚 殊不知他早已暴露了行踪 直到他来到一个胡同 被人哭吃一闷棍从背后放倒 再次醒来的时候 竟然被一个男孩绑在椅子上 刘波临危不乱 一边跟他周旋 就听出这枪没有撞针 就在这时 刘波上去就是一脚 打碎一个瓶子冲了上去 彪悍的人声根本不需要解释 随后他将男孩带回据点 众人怎么问他都不说话 直到小胡子拿出自己的游戏机 男孩终于心动了 但还是没有开口 小胡子决定给他几分钟的考虑时间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屋里却没有一点动静 几人连忙进去查看 这里早已人去悟空 打开追踪信号 里面显示男孩跑进一栋大楼 这里应该就是劫匪的老巢 沃特利用卫星查询 目标在三楼 但里面都安装了激光传感器 一旦有人强行闯入 劫匪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他们只能另想办法 这时沃特看到桌子上的钟表灵机一动 取出里面的二机管 将它和手机连到一起 制作了一个激光脉冲仪器 只要启动 激光传感器就会为他们所用 届时天蝎就会得到大楼内的实施景象 说干就干 在顶级战力T1000的带领下 众人潜入大楼 刘波启用激光脉冲 图像反馈到大壮的电脑上 得到敌人位置 摩根一个俯冲 不斥就是一炮子 小咖了原地利粉 拿起对方的阿卡四七 和团队兵分两路 摩根过来吸引对方火力 对着天花板就是一顿扑扑 这下算是捅了丧镳窝 趁着屋里守卫薄弱 小美等人骗开一个老太房门 从阳台踩着小胡子高傲的头颅爬上三楼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 他第一时间过去给女孩松马 可望了没想到对方还留下后手 刘波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劫匪刚要开枪 那个跑掉的男孩竟突然出手 救了刘波一命 楼道里 摩根和丧彪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漫天都是子弹飞舞 这边刘波在队友的配合下 终于救出女孩 摩根收到信息 红戎淡定地撤出战场 沃特利用一个三角支架挡住大门 堵住丧彪等人的追杀 他们在指定地点会合后 立刻着手准备撤离计划 可终究还是其差一招 丧彪早就抄近路股在唯一出口 双方紧张地对峙 莫特却丝毫不慌 他淡定地拿出遥控器 竟然是内挺全自动机关枪 只不过是被刘波改造过的 几人早在身上放了屏蔽器 可以屏蔽大波罗的自动锁定 现在只要对方敢动 就会被立刻打成筛子 莫根奉劝他们 今天就当这事没发生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丧彪一动不敢动 只能忍下这口乐气 回去的路上 他们看到那个男孩 刘波不忍心让他自生自灭 于是拿出一块表 让他卖了买张车票 换个地方重新生活 结束这里的一切 天蝎团队返回基地 富豪和女儿再度重逢 答应他们的马内一份没少 接下来又够他们挥霍一段时间了 看看这伙劫匪有多奇葩 他们不抢银行不抢钱 却抢了一间制作保险箱的工厂 劫匪找到当下最高端的保险柜 在上面放了一杯水 只是观察水的波纹 就轻松破解密码 淡定地拍了几张照片 再放置大量微型炸弹破坏现场 干掉几名工人后潇洒离去 如此奇葩的案件 自然少不了天蝎团队 根据女探员的介绍 这伙人外号幽灵魔道团 一个专业的盗窃团伙 以手段残忍和高效率闻名天下 只要你花得骑马内 他们就连皇冠上的钻石都能给你偷懒 警方通缉了他们十几年 实在没办法这才找到天蝎团队 而且对方只用了一杯水 就打开保险队 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 智商高达199的沃特 直接说出原理 水放在密闭空间会有一丝凹陷 把水杯放在齿轮箱上 当槽口吻合时 齿轮间的压力会有些许的松弛 这样水的凹陷面就会掀起连衣 也就意味着你找对密码了 而且劫匪的动机也很明显 他们就是在计划抢劫 装有这种系统的银行 至于那个微型炸弹 里面含有大量高氯酸 破坏力不大 但却刚好能消除所有指纹证据 对方的手段很谨慎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大壮看到一处只可杂乱无章 有洁癖和强迫症的他刚要整理 来到医院 医生表示大壮的命算是保住了 但身体却有大量弹片残留 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听到这儿 这群天才彻底怒了 他们发誓要让劫匪付出惨痛的代价 沃特疯狂燃烧脑细胞 找出拥有这种保险系统的银行 竟然足足有30多个 他只能逐个排除 不多时 大壮做完手术 情况总算恢复稳定 天蝎团队拿到大壮体内的蛋片 刘波发现一个细节 每个蛋片上都有塑料内层 应该是为了防止硫酸腐蚀金属外壳 这种技术十分罕见 他刚好知道一个拥有这种水平的大师 于是摩根立刻将人抓了回来 让心理学专家小胡子陪他受审 大师是一问三不知 接下来就轮到俩人表演了 摩根拿出一把小小刀 先是质问小胡子 这个炸弹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看他不承认 护吃就是一刀 接着就被抬走送去治疗 摩根将目光锁定到大师身上 他一个冷战就交代了一切 表示对方在我这买了20个这种炸弹 但具体是谁他也不知道 这招果然百事不爽 只用一把伸缩刀和血包就拿到重要线索 沃特突然想到 劫匪在袭击工厂的时候用了15个 也就是说他还有五个没用 经过一番筛查 竟然没有一家银行可以小到 只用五个金属盒就能销毁证据 一时间空气变得沉默起来 沃特尝试换了个思路 为何对方一定要抢银行吗 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测试如何破解 而是告诉所有人我能破解这种保险柜 那拥有这种保险柜的人就如做挣扎 第一个想法就是将它转 而五个微型金属盒刚好能毁掉装甲车的所有痕迹 天蝎团队立即联系落成最大的装甲车服务公司 对方表示今天确实有一个保险柜要进行转 客户叫霍塔瓦斯 就是这个霍塔瓦斯雇佣幽灵去偷他对手的马 但霍塔瓦斯却过河拆桥 险些让他命丧当场 看来幽灵这次是来复仇的 这时装甲车公司的经理说 五分钟前他们就已经出发了 这下麻烦了 天蝎团队立即出动 与此同时 一辆装甲车出现在街头拐角 当他们接到通知一切都为时已晚 几个安保根本不是他们一盒之地 幽灵成功拿到价值一个亿的钻石 也算爆了当年的血海深仇 随后留下五个微型炸弹消散离去 毁尸灭计算是让他们完明白了 当警方赶到现场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立刻开始围追堵截 一个骑手被他们截停 沃特刚要上去抓骨 就被对方一套手机放倒 但你以为打了智商一百九的人能跑得了吗 他刚刚偷偷在骑手背包里放了一个手机 打开追踪信号 时时更新他们的位置 很快警方就配合来到目的地截停 可这里哪有幽灵的影子 定位明明显示对方就在这里 这时沃特看到下水井才反应过来 幽灵应该就在这里 只是双方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果不其然 幽灵团队在高架桥下一路狂奔 还没等喘口气 就看到警方的人跟了上来 他们就像惊弓之鸟 天蝎团队拥有定位的优势 刘波提前等在必经之路上 两名幽灵队员当场被捕 现在只剩下真正的幽灵还在挣扎 看到对方进入工厂 沃特直接追了上去 两人一路狂奔 在女探员的围堵之下 幽灵无奈只能跑向天台 刚要顺着外挂楼梯爬下去 不料楼梯拧久失修 幽灵成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当场女恨多 虽然她是个坏人 但沃特却久久不能原谅自己 摩根知道她的感受 一个强者的成长 必然要有残忍相伴 此间是了 众人来到医院 有主角光环的环绕 大壮恢复神速 预计下集就能活蹦乱跳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199的天才 平时都会遭遇 怎样离奇的突发事件 天蝎团队奉命检查 沙漠深处的联邦动战 刘波却发现 涡轮机转速越来越快 而且温度越来越高 眼看情况不对 几人刚要关闭发动机 红片竟然飞进摩根腹 划破了她的动漫 这下麻烦了 小美联盟拨通急救电话 可这里位于沙漠深处 等救援直升机赶来人都入土半截了 为了给摩根争取足够的时间 小胡子找出她体内的童田 但动脉被割断必须想办法执行 她借来刘波的肠尾夹 也不顾消毒直接加注出血点 还是不行 因为主动脉蹦动太强烈了 没有专业的设备很难控制 这时沃特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身体的血液都是由心脏跳动而循环 那我们只需要停止她的心跳就可以了 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 小胡子却知道这个办法确实可行 他们只需要降低摩根的体温 低到能减缓她的代谢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假死 这样就能止血泊得一线生机 可这么热的沙漠要怎么降温呢 机械专家刘波想到可以用汽车的进气管 来创造一个急冷的真空环境 然后由小胡子修复她的主动脉 只要在90分钟内做完这一切并让体温回升 摩根就会有很大几率存活 几人说干就干 他们抬来一个铁皮箱 将里面注满清水 把摩根放进去后 刘波打开卡车的进气管 将它延长连接到水桶 制作了一个真空机 它可以快速抽干水里的蒸汽 达到瞬间结冰的效果 此时摩根的脸色已经逐渐灰白 刘波立刻启动卡车 真空机开始运行 水里的温度迅速下降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卡车引擎突然冒烟 水温开始回升 经过检查 原来是水管破裂导致发动机过热 不修复就无法启动发动机 摩根便会原地利粉 刘波对着卡车哭吃就是一脚 吃痛的他看着脚上的皮靴灵机一动 他剪掉鞋间 用靴筒和绑带修复水管 不愧是机械大师 发动机再次启动 水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成冰块 随后刘波铲碎泡沫 混合汽油后做成一种超级胶水 这样就能粘住摩根的大动脉 彻底止住出血点 与此同时 大壮这边成功找到一条响尾蛇 因为摩根被冻结 血液不能凝固太久 而响尾蛇的蛇毒刚好可以吸食血液 能让摩根的身体达到某种平衡地 为了取到蛇毒 大壮脱下自己的臭腕 拿到蛇蛇面前 好家伙 一股赖眼睛的味 看到对方不为所动 大壮判断他应该是怀孕了 不然肯定会一口咬上来 可如果怀孕了 蛇爸爸应该就在附近 听到旁边的性子声 大壮成功取回响尾蛇 现在只需要让他亲摩根一口 众人听得有点怀疑人声 摩根被这么霍霍玩还能活下来吗 另一边 小美和沃特找到一处天然温泉 他们需要刘化青让摩根恢复体温 可这个保安似乎有执念 想进去必须脱衣服 否则一切免谈 为了救人他们只能妥协 随后利用电机抽取温泉中的刘化青 这边小胡子已经着手开始解冻 柴火烧汤 葱姜蒜已经搞里头 冰块逐渐融化 现在就差刘化青了 沃特驾车及时赶到 他们以输养的方式给摩根灌入刘化青 闻过的小伙伴应该都有印象 这玩意儿就是一股臭鸡蛋味 随着体温不断回声 摩根却迟迟没有醒来 难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众人开始慌了 他们连忙将摩根放在地上 小胡子举起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猛锤胸口 可还是没有反应 看来只能试试电机疗法了 但沙漠里哪有出颤气呢 刘波提议用水倒电 于是他们又将摩根塞回水了 然后拿来一个电风扇 连电后果断扔了进去 在众位高智商天才的一顿操作下 竟然成功把一个将死之人救活 不多时 救援直升机才姗姗来迟 摩根得到正规治疗恢复神速 预计下集就能活蹦乱跳 本故事纯属虚构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 可拥有核动力的卫星偏离轨道 正以30马赫的速度撞向地球 如果任由坠落 上千万人都要被他送走 来看看这群高智商天才是如何破解死局的 这天国安部部长找到天蝎团队 他拿出一个闪存盘 告诉众人俄国有一颗卫星 在几小时前受到太空碎片冲击而偏离轨道 预计在南加州的一个城市坠落 它是以上千磅被皮封住的部位核动力 钥匙落在城市里 将有一万栋血字楼 两千所学校请客间灰飞烟灭 现在距离撞击地球还有三个小时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当务之急是黑进这颗卫星 控制它改变航向飞进大海 在沃特的一通操作下他失败了 不是因为技术不行 而是这颗卫星竟然没有实施信号 明显是受到严重的损伤 他很疑惑 部长提供的信息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这时摩根提出武力解决 既然黑不进去 索性就用导弹空中拦截 但要怎么计算卫星的运行轨迹呢 他们想到俄国大使馆 只要黑进他们的系统 就能得到卫星的详细数据 说干就干 刘波临走时拿走一只钢叉 在车上利用钥匙做了一个信号接收器 最后将它绑在腿上 来到大使馆 小胡子负责吸引火力 看到一个电源插口 刘波立即走了过去 刚要插入接收器 就被女官员叫了过来 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眼看就要露线 小胡子一把打翻鼻桶 然后低头去捡 顺便拿走刘波腿上的接收器 来到电源插口便怼了上去 做完这一切 刘波二人潇洒离去 基地 大壮开始哭哭一顿计算 分寸中便算出 卫星运行路径的确切坐标 只要按照这个方位打 两者必定会相撞 这时部长展现出 自己的绝对权利 仅仅是一个电话 某个军事基地 便发射了一枚地对空拦截导弹 小胡子甚至研究 起奖金如何分配 结果下一秒 大屏幕上显示轨迹错误 导弹和卫星完美错误 大壮表示这不可能 我的计算从来没有失误 众人也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 女部长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那边竟然是丑国总统 部长表示现在只有两个可 一是我这一屋子智商一百九的人 脑子统统坏掉了 二是您那一屋子政客 为了保全自己在撒谎 原来上面有人认为 这颗卫星有军事用的 它上面的不足以运行任何激光武器 所以就有人指挥一个傀儡卫星 去攻击它 违反了太空作战条约 为了不引发国战 才没有对他们说出事情 现在看来是两颗卫星缠在一起了 质量发生变化 导致拦截失败 虽然搞清了一切 但现在卫星距离地球太近了 重新计算它的运行轨迹 在发射导弹根本来不及 这时沃特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X-24G型号的无人驾驶飞机 但这是高度机密的间谍飞机 部长不明白他怎么知道的 沃特没工夫解释 立刻黑进空军基地 在女部长目瞪口呆的神情中 控制了军方无人机 只要他们离得足够近 没有实时信号 也能改变卫星的运行轨迹 但要是失败 他们所有人今天都得陪葬 眼看无人机和卫星就要擦肩而过 大壮立刻开始编程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电脑竟然中毒了 沃特迅速清除病毒 可即便操作神速 还是错过了最佳时机 卫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这下麻烦了 他们不仅没有拦住卫星 自己也没有时间离开了 但智商一百九的天才 又怎么会轻易于墨 沃特突然想起电磁脉冲 他可以产生振动 波重起卫星的电脑 这样大壮就能更改他的轨道 基地里有个气象小组 他们有探空气球 我们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 众人立即展开行动 刘波利用微波炉 制作了一个电磁脉冲仪器 千万别小看这个玩意儿 事不宜迟 他们按照卫星的运行轨迹迅速升空 不知飞了多久 大壮告诉他们卫星就要进入射程 沃特立即行动 可突然一个气流颠簸 脉冲仪器竟然掉了下去 好在只是挂在气球下方 沃特连忙爬出去捡 眼看就要拿到 将落伞却卡住了去 他索性脱下伞包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终于将仪器交到小美手里 但由于高功缺氧和刺骨的寒冷 沃特竟然出现短暂失神 伞包突然坠落 这下完蛋了 此时卫星已经进入射程 没有时间去救沃特 他们连忙让小美操作脉冲仪器 随着大壮一声令响 一阵阵电磁脉冲发射出去 卫星受到影响进入安全模式 大壮只需要发送一个星座标 他就会自行撞向大海 部长立刻掏出证件 原来对方是国防部的人 得知这边发射了一枚 未经批准的导弹 才派人前来查明情况 与此同时 沃特已经被冻僵了 而且没有降落伞 今天他难逃一死 他让小美赶紧跳伞离开 否则我们都会死呢 但小美却一意孤行 来到气球外围 用自己的降落伞扣住他 这边大壮很快就输入指令 改变了卫星的轨迹 他忘记大海的方向 就在沃特那边 现在卫星竟然直愣愣地 朝探空气球撞去 再不走两人都得交代在这儿 关键时刻 好在是有惊无险 天蝎团队再次凭借他们的高智商 默默无闻地拯救了上千万人 部长在新闻面前大出风头 但他却没有提到天蝎 只是说自己幸运地 拥有一支高科技团队 其实这也是在变相地保护他们 毕竟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足够惊世骇俗了 如果让有心之人知道 他们组成一个团队 绝对会带来无望之灾 就这样 天蝎团队又过上天真无邪 又没有人情世故的快乐生活 海边的一处峭壁发生坦塌 一个十岁男孩被困山洞 救援队很快赶到现场 可由于这里地质松软 救援难度大大增加 如果用重型机器挪开巨石 地面的震动将会导致山洞二次坦塌 也就是说救援队根本进不去 而且现在即将涨潮 山洞很快就会被灌满 小男孩危在旦夕 如此棘手的案件 自然少不了天蝎团队 得知了现场情况 众人立刻着手准备救援 大壮计算山洞的体积 和海水涨潮的速度 算出他们只剩一个半小时的营救时间 为了和男孩取得联系 他们拿来一个粗粗的细水管 然后用绳子将手机送下去 看到男孩安然无恙才放下心 这时小胡子发现不对 男孩呼吸急促意识混淆 应该是肋骨断裂刺穿了肺部 这样就不能使用潜水设备 因为压缩的氧气会要了他的命 而更要命的是 他的一条腿被巨石压住 即便进去也带不走男孩 为了稳住他的情绪 小美和男孩聊起天 然而海水涨潮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 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山洞就会灌满 救援队决定从远处挖一条隧道进去 虽然远但至少不会造成二次坍塌 考虑到男孩的情况 他们甚至想到了截肢 机械专家刘波表示 可以用银影千斤点 抬高巨石几厘米就行 我现在就回基地组装一个 小胡子则陪他一同前往 此时海水越长越高 现在必须想办法拖延救援时间 沃特灵机一动 既然潜水设备不能用 那就只能让他停止呼吸了 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 沃特来到最近的医院 借了一台体外磨碎养合机 只要能连到男孩身上 就可以给他的血液供养 即便海水淹没山洞 男孩也能存活很久 他们立刻返回现场 将养合机送到山洞外围 这时救援队刚好打穿隧道 好在有天蝎团队计算距离 否则这么近的距离非得出事不可 隧道刚打穿还不稳定 但沃特看到男孩崩溃大骨 他毫不犹豫地爬进隧道 穿过狭小的洞口 来到男孩被困的山洞 一边安慰男孩 一边让摩根将养合机的管子送下来 然后把针头插进男孩手艺 他会源源不断地给男孩供养 在山洞被海水淹没之前 沃特告诉男孩一定要忘记呼吸笔弃名神 我保你不死 还向男孩保证自己会救他出来 直到洞口灌满手机信号被切断 沃特才艰难地爬出隧道 这时救援队传来信息 说男孩敲了三下管子 看来男孩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他连忙打给刘波 迷你千斤顶已经制作完毕 他们立刻联系警方开刀 可还是在半路遭遇严重堵车 没办法 刘波只能抢下一台机车赶路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与此同时 沃特这边的山洞竟然发生剧烈晃动 他连忙顶住一块石头 然后众人配合挪走养合机 一旦砸坏了机器 男孩必死无疑 做完这一切 巨势轰然倒塌 养合机虽然没事 但却压住了管子 也就是说男孩失去了氧气供应 这下麻烦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沃特彻底崩溃了 因为没人可以在水下缺养这么久 他还是食言了 答应男孩的他没有做到 刘波这边一路火花带闪电 可就快到海边的时候竟然没有了 小胡子果断拿上千斤顶奔赴目的地 沃特知道机会来了 拿着千斤顶就要钻回隧道 救援队劝他不要尝试了 没有人会在冰冷的海水里缺养这么久 还能活下来 但沃特根本不听 因为他答应过男孩会回去救他 来到困住男孩的山洞 他用迷你千斤顶放进巨石中间 撬出一个几里米的缝隙 男孩终于脱困 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意识 沃特艰难地拖着男孩 一步一步爬出隧道 然而这里因为潮湿眼看就要坍塌 凭他自己肯定是出不去了 前方已经被泥土挡住 关键时刻 一只手伸了过来 是摩根帕沃特出事前来营救 外面的众人用力拉着绳子 通过不懈努力 终于将三人拽出洞穴 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抢救 男孩却没有一丝苏醒的迹象 在场的吃瓜群众安静地看着 仿佛都忘记了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 男孩挖得一声吐出海水 天蝎众人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挽救了男孩的生命 与其说这是个奇迹 不如说是沃特和男孩的双向奔赴 男孩的求生欲加上养合机的过度供养 让他在水下坚持了七分钟之久 而沃特在明智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还是履行了和男孩的约定 回到水下带他出来 是两人的执念才有了如今的奇迹 事后摩根申请了一大笔经费 接下来众人又可以尽情挥霍一段时间了 看看这群天才黑客是如何拯救世界的 在洛城郊外的一个毒气实验室里 一对情侣科学家正在检测新的毒气品种 这时女人突然发现 男友的氧气含量正在下降 她连忙手动加大氧气输出 可防护服里却没有一丝反应 她感觉有些头晕 刚想出来 竟发现这个坚不可摧的肛门打不开了 这时系统显示被非法入侵 一种叫沙琳的毒气正从通风口泄露进来 面对如此棘手的突发事件 自然少不了天蟹团队 此时实验室大楼全部关闭 23名科学家被困在气中 恐怖分子放出话来 如果你们不曝光1997年的巴格达爆炸事件 我就将实验室的毒气全部泄露 届时整个落成将变成一个死城 说话间 被困在实验室的男人忍受不住窒息的痛苦 打开面罩猛吸一口新鲜空气 结果当场便领了盒饭 屏幕外的天蝎团队不忍直视 可他们却迟迟黑不进实验室系统 这样就无法夺回控制权 要知道沃特可是11岁就黑进国家航天局的人 一个小小的毒气实验室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方法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沃特突然想到 或许不是实验室的系统厉害 而是有人物理破坏了大楼的内部网络 他们立刻联系楼内的女科学家 让他去检查一下内部网线 果不其然 网线被剪断几根 看来恐怖分子就是实验室的内部人 众人第一时间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员 通过调取资料 发现这位头上长得头发的科学家名叫桑彪 他的职位竟是毒气存储工作 档案里显示他的未婚妻在巴格达爆炸事件丧生 在他未婚妻死后不久 他就来这里工作了 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现在他们必须悄无声息地进去 切断丧彪对实验室的控制 一旦打草惊蛇将是整个城市的灾难 众人想到一个绝佳的渗透位置 就是实验室的焚烧炉 说干就干 沃特和摩根穿上防火服 由于这里温度太高绳子容易断裂 机械大师刘波给两人准备了磁力攀爬装置 随着大壮关闭燃气系统 两人利用磁力装置潜入焚烧炉 可刚爬下去没多久 焚烧炉镜突然重启 难道这东西还有备用系统 为了避免被烤成渣渣灰 两人连忙往出爬 这时摩根的磁力装置似乎有些问题 整个人不断下滑 原来是管道过热导致内部分子加速运动 分子间缺乏凝聚力弱化了磁力 眼看摩根就要命丧于此 刘波让他用电焊切割铁皮 找一个逃生通道 可管道后面万一是水泥墙该怎么办 小胡子连忙查看建筑篮图 发现距离他们下方四米的地方是中空状态 可以从那里爬出去 沃特立刻展开行动 来到目标位置拿出烙铁 成功切割了一个大大的小洞 推开管道 沃特将脚伸向不断下滑的摩根 沃特把自己当成梯子 让摩根顺利爬了上来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随后在队友的指挥下 找到大楼服务器修复网线 这样大壮就能重新控制整栋大楼 这时警方再次收到丧彪警告 五分钟之内总统不去道歉 我就释放所有毒气 沃特得到消息 让摩根先去解救人质 这边往线修复完毕 剩下的就交给大壮了 沃特直接来到实验室 转移丧彪的注意力 就在这短暂的空隙 摩根立即释放了所有人质 沃特用尽全身解数 却还是被丧彪发现了他们的伎俩 看到人质被救 丧彪连忙去开启神经毒气 沃特紧随其后 连忙说你妻子的死是因为我 当年我设计了一个精准锁定系统 可军方却利用他的发明 让数千平民在爆炸中丧生 丧彪表示你说啥都没用 我要用整个落成 给那些掌权者好好上一课 说罢便打开了毒气开关 由于沃特刚刚在焚烧炉开了个洞 毒气会通过那里传到室外 所有人都将原地立刻 一场毁灭性灾难即将降临 这时他们在监控中看到一个身影 竟然是天蝎团队的编外人员 天才小布 原来就在刚刚 小布在课堂指出书本中 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让他面壁思过 可他却破解电脑看起新闻 意外看到实验室恐袭事件 得知天蝎团队遇到危险 小布就要跳窗离开 看到窗户被锁 他拿出学生证领开螺丝 打开窗户跑了出去 结果刚来到现场就被警员按住 他说自己是天蝎成员 可警员还是将他关在车里 听到大壮他们在无线电的通话内容 小布知道团队现在肯定需要自己 于是他挥手间便黑镜落成警局 用局长的通讯设施 给附近警员发送信息 支开了所有人 他悄咪咪地跑出警车 来到实验室内部 也就发生了他们在监控 看到小布的音 看到小布打开焚化炉附近的通风口 他们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小子竟然要拯救世界 此时小布来到被沃特切割的洞口 利用他们留下的磁力装置 将铁片吸附回原位 然后拿出一个硅橡胶制作的人物 借用焚化炉的余温将洞口封死 这样毒气就不会泄露了 不过小布没穿防火服 即便焚烧炉关了 里面的温度也高达53度 小布坚持不了太久 与此同时 沃特被丧彪带到实验室外围 摩根架起狙击枪 只等大门一开就解决丧彪 此时离毒气扩散只剩10秒 沃特知道不能再等了 他转身推倒丧彪 一把扯断电缆 十秒已过 炉气瞬间蔓延开来 丧彪当场隐恨东北 这边小布正用磁力装置艰难的向上爬 可就在这时 焚烧炉镜突然启动 小美连忙探出身子去抓儿子 皇天不负有心人 小布终于脱离威胁 好家伙 这么小就为了编制而努力 我们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做吃山空吗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是怎么灭火的 机械大师刘波利用扬声器做了个喇叭 连接蓝牙放了一首30到60赫兹的歌 接着将喇叭对准火源 他竟然在利用低频率声波来灭火 这样就能把氧气和火焰分离 达到快速灭火的效果 这天天蝎团队受邀参加一个高科技大楼的启动会 该大厦是世界上最节能的智能建筑 当有阳光时 大楼的太阳能板会自动延伸出来 相当于储存电力的备用电池 可以一直为大楼储蓄能源 设计团队就是沃特带领的天线 启动会很成功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老板刘海带他们来到办公室 表示温度计限是21摄氏度 但房间却还是很冷 沃特安慰他没事的 电子元件难免会出点小问题 可当刘海走后 沃特表情凝重起来 马不停蹄地给队员派发任务 因为这栋大楼的系统是他亲手创建的 不可能出现问题 如今这种情况过于诡异 他立刻来到控制室 却发现自己创建的系统全部失效 电梯的电力系统也被关闭 小胡子被困在里面 沃特无往不力地编程控制器 竟然被蠕虫病毒攻 而且扩散速度之快令人扎实了 几乎每个单独的系统都正被攻击 按理来说他做的代码蠕虫病毒不可能攻破 除非有人碰过我的电脑 但植入这种规模的木马至少要几个小时 沃特恍然大悟 原来昨晚他去酒吧消遣 喝了一个陌生女人的饮品 第二天清晨才在酒店醒来 看来自己是被人给下药了 系统中毒的时间也能对上 就是今天他用电脑给厨房安装代码拾出的问题 现在系统无法操作 必须得找到昨晚那个女人才能破解 小美和摩根立即出发 这边刘波来到机房查看 此时地热泵已经运转至超高速 这里相当于整栋大楼的肥 只有一个单向通风系统 火苗会顺着通风口扩散到每个角落 此时想撤离已经来不及了 如虫病毒关闭了大楼所有出口 各个通风口开始扩散烟雾 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 沃特从墙上抠下一个扩阴器 来到机房交给刘波 两人做了一个灭火喇叭 利用低频率声波将氧气和火焰分离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但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 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于静通过通风管道扩散 引燃了其他几层 而且整栋大厦设有反恐怖风子 当初是防止恐袭事件发生 现在却成了众人的毛绒 消防员根本无法进来救援 孩子们被呛得无法呼吸 大壮灵机一动 探入鱼缸取出里面的供氧机 利用里面的活性炭 制作了一个可以过滤烟雾的防补口罩 与此同时 沃特和刘波想要去手动重启大楼系统 可超过93度的蒸汽 却将它们困在楼堂 两个天才黑客竟然被蠕虫病毒控制 所有人都被困住 只有小胡子从电梯逃了出来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沃特让他去15层的总服务器那 重新启动大楼系统 然而铺天盖地的火焰拦住他的去路 小胡子集中生智 拿起一架哭哭砸墙 接着取出里面的保温棉 摇身一变成了防火战士 终于来到总服务器 可机器由于运转太快燃起熊熊大火 小胡子连忙上前灭火 这边楼道的蒸汽终于消散 他们第一时间和小胡子会合 但此时服务器的大门已经自动锁死 蛮力根本破不开 沃特突然想到真空系统保护 他可以抽空里面的氧气来灭火 但这很可能会牺牲小胡子 刘波不同意 不过为了整栋大楼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沃特果断按下手动开关 服务器室内的氧气被瞬间抽空 火势被灭 小胡子也因缺氧倒在地上生死不灭 然而就在他重新启动时 开关镜突然失灵 这下麻烦了 要不了多久小胡子就会窒息而死 沃特灵机一动 他们只需要给玻璃破开一个口子 大气对真空的压力就会压碎玻璃 可什么东西能击穿防弹玻璃呢 刘波想到小胡子给沃特的碳化乌钢瓶 立刻用它制作了一个投掷物 增加甩出的速度和力量 俩人终于救出小胡子 沃特开始重启服务器 将系统恢复到被蠕虫攻击之前的程序 一瞬间所有的一切恢复正常 通风系统正排除烟雾 喷铃也触发了灭火设置 可下一秒 所有程序又突然失效 蠕虫竟然开始重新感染系统 火势越烧越大 办公室里的地面已经烧出一个大洞 而且还在不断扩张 大壮带着几个孩子危在旦夕 这时大楼发生清血 沃特却认为这是件好事 他让大壮查看双层钢化窗户 果然因为大楼变形裂开一个缝隙 而双层玻璃之间充满了瓦斯 它可以使被阳光照射的大楼降温 现在却成了众人的救命神器 大壮现在要做的 就是拿火把点燃瓦斯击碎玻璃 只是几秒的功夫 玻璃就爆裂开来 救援直升机来到窗前 可巨大的螺旋桨让他无法靠近 大壮用尽浑身解数也够不到绳梯 为了救人 沃特来到大壮的楼下 找到玻璃的一处裂缝 点燃打火机 玻璃瞬间碎裂 队友看他后退的动作意识到一丝不对 在三人的疯狂操作下 大壮成功拿到绳梯 他让孩子们掀上去 刚要轮到大壮 驾驶员表示火势过于凶险 只能先行撤离 可谁都知道 这种情况留在这里必死无疑 沃特为了救人疯狂燃烧脑细胞 他突然想起大楼的自动伸缩太阳能 按照理论 只要有大量的光太阳能板就会出现 他们竟然要给大壮做一个空中楼梯 小胡子卸下楼道里的备用照明 连接电源后 刘波将光照在感应器上 太阳能板果然延伸出来 眼看后面的火势越来越猛 大壮一咬牙跳了上去 果然没问题 这时刘波照向第二块感应器 太阳能板再次启动 第一块失去光照逐渐收缩 可就在准备照向下一个感应器时 灯光突然熄灭 怎么会这样 沃特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他连忙跑到控制室 老板刘海儿正带着一个程序员 试图恢复大楼控制 结果不小心关闭了插座开关 沃特连忙进行恢复 灯光再次启动 下一块太阳能板终于伸展开来 好在上一块太阳能板被他踩坏无法收回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看来有时候体重也不完全是坏事 这边摩根和小美根据蛛丝马迹 找到幕后黑手竟是刘海儿公司的内部人员 是他雇佣了陌生女人迷糊沃特 才导致如今的惨剧 原因是刘海儿砍了研发组的经费 组长想要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 没曾想闹到如今这个地步 摩根一记电机将芯片损坏 大楼被困人员顺利逃生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199的天才是怎么玩纸飞机的 他们将飞机屁股点着 然后扔向下方的太阳能板 只见纸飞机飞到特定位置后 太阳能板突然射出几个光束 众人一阵头皮发麻 这天大壮的父亲老壮找到天蝎团队 他是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家 老壮表示自己监测到敌国演习上出现一种激光武器 引起八角大楼的高度重视 对方似乎在二战中获得了某种神秘原型机 发射了一颗镜像轨道卫星 该卫星安装了金属那制造的反光板 制造了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凹透镜 军方认为他们想在距离地面8200公里的高空建造太空站 打造一个太阳枪武器矩阵 而巴哈里的总统是通过正面当权 一旦让他拥有这种规模的武器 就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由于当下敏感的外交关系 他们无法派部队去证实 于是便想通过天蝎团队 找到并毁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机械专家刘波想到这种武器拥有害物质 他便着手制作了一个检测害的仪器 摩根能帮他们的 就是利用国安局的便利通知巴哈里总统 声称派一个科学家队伍去检测那股能量 画面一转 天蝎众人来到巴哈里 来到总统处 总统老黑热情招待 他表示按照国际协议 我不会限制你们的调查行动 但那个能量光束 其实是我们的太阳能涡轮机过载 导致产生了能量电弧 甚至烧毁了那栋房子 看到对方如此坦诚 众人甚至有些怀疑老壮的情报信息 来到房间 这里竟然没有任何监听设备 看来对方果然没有防备 天蝎众人兵分三路 沃特被总统叫去谈话 刘波和摩根来到被烧毁的房子检测 但他却没在这里发现任何残留的害物质 难道真的是情报有误 这时摩根突然想到 巴哈里没有空军配置 竟然停了一架用来雷达探测的飞艇 另一边大小壮带着小美来到太阳能板去基点 可这么多板子逐个检测根本来不及 大壮灵机一动 拿出一张白纸折了三个纸飞机 点燃纸飞机后 三人朝不同的方向扔了出去 巴哈里竟然真的有太阳枪武器 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他们被升级完善之前将其毁掉 而众人为了通过安检 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老壮无奈只能拿走一块当作证据 回头再想办法毁掉它 可如何拿走它也成了难题 总统的人必然会检查他们的背包 一旦被发现都难逃一死 几人想到用山顶的飞艇运走证据 只要计算得当 他就会精准地坠落在固定海域 到时就可以派人将其取走 说干就干 小胡子直接黑进总统府的监控系统 沃特配合他们让总统叫走附近的守卫 众人连忙来到飞艇面前 算好风向和风速直接将其放飞 与此同时 总统老黑正式邀请沃特当自己的最高顾问 还给他看了自己研制的火箭规划图 沃特表情逐渐凝重 他立刻赶回住处 告诉众人我们还不能走 刚刚找到的那些反射板只是冰山一角 对方很有可能存储了大量这种反射板 更要命的是他还拥有火箭蓝图 与卫星所附和的全尺寸太阳枪基本一致 一旦让他批量制作升空 分分钟便能毁灭一座城市 可对方会将反射板藏在哪呢 沃特猜测应该是在地下 否则一旦遇到光照后果不堪设想 而这里的地下工厂趋之可数 找到并非难事 至于如何破坏反射板 巴哈里的环境到处都是沙漠 所以他们只需要找到石灰和水 就能将工厂变成一块大石头 沃特想到养鱼需要石灰调节酸碱 于是便偷偷从总统府取走石灰 这边摩根等人也终于找到反射板仓库 可通往地下的通道已被锁死 但这可难不倒大壮 他用水混合氯气制造盐酸 轻轻松松将门锁腐蚀 来到地下工厂 摩根敲碎墙壁 大量沙子涌了进来 找到水管位置将其打包 这时刘波送来石灰 他们留下大小壮进行搅拌 工厂便可被沙漿灌满 反射板将被彻底损坏 其他人则去参加总统的宴请 可就在这时 老壮不小心碰倒背包 这下麻烦了 唯一的出口竟然被光束焊死了 原来老壮不相信儿子计算的飞体坠落方向 偷偷将反射板藏在了背包 就在两人愣神的功夫 沙漿已经将他们固定在这里 大壮算是服了这个坑儿子的爹 此时晚会已经开始 沃特等人对这边毫不知情 他们必须想办法出去 否则守卫一会儿进来巡逻就惨了 大壮灵机一动 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 让父亲向上60度成回旋状扔出反射板 果然是个天才 接下来就是地面了 老壮再次扔出反射板 就这样 他们将沙漿击碎顺利脱身 而这边刘波为了取到总统府的门禁卡 被老黑发现 摩根连忙过来接应 天蝎众人登上皮卡逃之夭夭 利用手机破解门禁 总统府大门应声而开 在枪林弹雨中急驰而去 气得老黑脸都黑了 这次天蝎团队立下大功 将影响人类命运的武器毁于一带 又一次默默无闻地拯救了无数人 看看这群智商超过199的天才黑客 是如何处理城市百万吨级天然气爆炸的 这天大壮和天才小步要去海边游玩 途中他只是看了眼手机预告 就断定落成要发生7.8级地震 两人刚要躲起来 地震就突然降临 当地震结束后 天蝎众人立刻出来查看 原本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一片混乱 还没反应过来 路边的水管就接二连三地爆炸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沃特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危险 因为水管爆炸是在地震发生之后 那么它肯定是由压力积攒引起的 而落成的天然气和水管是互相平行的 也就是说 刚刚的地震也让天然气管道压力过大 随时都可能爆发百万吨级别的爆炸 为了拯救这座城市 众人立即展开行动 刘伯三人刚从基地出来 就碰到一家三口被困 路面满是积水 电线在里面火花四件 刘伯算好距离 找来一堆轮胎制作了一个逃生通报 他们利用简单的物理知识 拯救了一家三口 这边大壮因为离天然气总罚比较近 沃特让他去关闭罚门 可他刚要起身 就一脚踩到自己的眼睛 这下麻烦了 由于看不清路 他只能在小步的指挥下一路盲开 能否赶到目的地只能看天一了 这边沃特两人被困室中心 交通已经完全瘫痪 他灵机一动 地上既然开不了车 那么最快捷有效的通道就在地下 两人来到地下一路前行 竟在必经之路看到红火影 看来是水管爆裂导致他们的老巢被淹 如果被红火影咬上一口 有25%的几率发生休克 但要是遭遇乙群攻击必死无疑 而入口就在乙群的正下方 两人又该怎么过去呢 小胡子突然想起随身携带的风力 打开后随手倒在一旁 将一群引离入口 做完这一切二人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 大壮在半路上看到一对小情侣被困 女人腿部被压住 为了救人 他拿出千斤顶放在仪表盘下方 随着压力减轻腿部终于恢复自由 但他还是动不了 原来女人的裤腿勾住了刹车 小步冒险来到副驾驶 用小刀去划被困女人的裤子 女人刚出来 你表盘就被双重压力碾碎 告别了小情侣 眼前拦路的大树却难住了他们 挪走显然是不可能吧 小步直接用两块板子固定在上面 为了更快到达控制室 他决定亲自开车 踩着外增高一角油门踹进油箱 两人一路有惊无险来到控制室 可总阀门被锁 他们又该怎么进去呢 大壮突然想到用来游泳的救生衣 将其放在锁头中间 这种救生衣浴水就会变大 就这样顺利撑开门锁 终于是关闭了总阀门 现在只需要将管道积攒的压力 释放出去就可以了 然而沃特这边却遇到了意外 前进的道路被乱石堵住 他只能根据石块的大小 结合他们所处的位置 逐个取走不承重的石头 否则一旦动了不该动的地方 俩人就得原地立分 好不容易扒开一个洞口 余震再次来袭 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结果俩人各自伤了一条腿 行进速度大大下降 为了加快进程 小胡子决定来一招二人三组 别看俩人都是各自领域的超级天才 但这种运动可能真不适合他们 这种运动节奏很重要 小胡子心生一记 二人一路哼着小曲飞速前进 来到目的地打开通风口 可当他们看到压力表示一脸懵圈 表显压力竟然是零 气体不可能这么快就排出去 他们一回头 竟然是余震将管道折成两半 天然气彻底泄露 而地下的通风口正是市中心的方向 那里到处都是火灾 一旦天然气排到那里 落成就要成为历史了 为了拯救这座城市 他们第一时间来到天然气的必经之路 必须想办法将气体拦截在这里 沃特撬开一个井盖 小胡子则操控起重机 将集装箱垂直运送到井盖上方 制作一个类似烟囱的装置 这时摩根拿来一个火把 点燃后 精准无误地投进集装箱 目的就是在这里引出所有泄露的天然气 将它们燃烧殆尽 这样天然气就到不了市中心了 天蝎团队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默默无闻地拯救了一座城市 看看这个智商高达199的天才 是如何利用脉冲枪毁灭毒贩无人机的 这天亚利桑内州一个无人机突然坠落 一位农场主上前查看 惊意外发现上面绑着一袋面粉 为了找到并消灭这个神秘的贩毒集团 探员大山找到天蝎团队 得知了前因后果 他们发现这伙罪犯很聪明 无人机身材矮小不引人注意 而且雷达通常会将它们判定为鸟类 是穿越边境的绝佳手段 根据一个线人描述 这次只是第一次实验 今天下午对方会在这个线路再试一次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个漏洞 每末边境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是沃特灵机一动 他们可以制造一种能量脉冲武器 直接烧毁无人机芯片 一旦成功 活会便可以大规模制造 众人说干就干 很快便利用一堆零件制作了一把脉冲武器 但机会只有一次 他们要先练练手 于是便借来大壮的鸟霸田 在终结者摩根的瞄准下 无人机瞬间失控撞向地面 就在这时 刘伯突然检测到有飞行物正在接近 数量极为庞大 这哪是是非 分明就是正式运火 而且为首的无人机竟然还配备了武器 众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穿越边境 这时小胡子注意到 第二波无人机即将抵达 可他们只有一把脉冲枪 射程的宽度也不够 不可能将机群一网打尽 摩根表示可以把他们引到一个狭窄的通道连成一排 这样就能逐个击落 但这里地势平坦根本不现实 沃特灵机一动 他可以用一个足够强的无线信号 利用静电做出一个虚拟峡谷 无人机就会自动调整航道逐个通过 当机群靠近时 刘伯发射了干扰信号 无人机群检测到两边信号组成的伤 自动连成一个直线 沃特拿出脉冲枪 对准一个位置守住带土 这个方法果然好用 无人机就像下饺子一样掉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一架无人机竟然无视了脉冲枪 众人一脸懵圈 他们必须全力追回那个漏网之鱼 否则被面粉贩子知道了 就会大肆使用这种技术的机型 那他们的脉冲武器就失效了 天蝎团队一路追赶 看到无人机降落 他们步行来到前方的小土坡 这里果然在搞一些非法勾当 那架免疫脉冲枪的无人机也在其中 摩根趁毒贩不注意 敲咪咪的想要上前偷走 却被一个咖了咪从车子反光发现 双方瞬间发生激烈交火 刘波驾车前来支援 歹徒连忙闪进掩体 沃特则趁机抢回那架无人机 打爆对方的车胎后逃之夭夭 可还没走多远 后车窗突然碎裂 对方竟然控制一架无人机追了上来 摩根和大山探出身子 可车子跌跌撞撞无法瞄准 眼看起人只能被动挨打 摩根直接叫停了车子 终结者啥时候受过这种气 虽然打掉了无人机 但车子的引擎被击中无法启动 探员大山也身负重伤 这下麻烦了 众人只能汽车逃亡 沃特利用照明弹制作了一个陷阱 不多时 毒贩便补好轮胎追了上来 俩人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却被一阵铃声吸引 在想跑却已经来不及了 拿到对方的皮卡 刚要去接应刘波几人 不远处又驶来一伙不速之客 应该是毒贩叫来的支援 这边刘波两人带着受伤的探员 找到一处废弃仓库 小胡子远程指挥他们止血 现在需要干净的东西堵住他的伤口 可他们连棉签都没有 哪有干净的东西止血呢 大壮灵机一动 他刚刚在来的路上看到一朵仙人掌 这东西可以做出多支的海绵状组织 还自带消毒 大壮用力一捏 一个拥有吸附性的消毒棉便出现了 回来后放在伤口 探员的血果然止住了 接着小胡子指挥他们 找来一根管子和钉子 再用白酒给他们消毒 刘波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刘波听完整个人都麻了 看来今天还是个高端局 在小胡子的指挥下 两人着手开始干活 看似天马行空的治疗 却成功将探员救醒 与此同时 沃特和摩根遇到了大麻烦 两人因路况不熟 外加小胡子远程给探员做手术 没工夫搭理这边 他们竟然跑进一个死胡同 这下是星星他老弟废废了 不多时 后面的毒贩追了过来 两人在刚刚的战斗打空了弹药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眼看形势危在旦夕 大壮第一时间黑进沃特的手机 在他附近搜索无线信号 果然找到一台携带武器的无人机 对方被他们这一手震惊了 自己的无人机怎么还能反水 看来这高科技的东西果然不靠谱 现场的形势瞬间发生逆转 摩根趁机制服一名歹夫 另一个也实时误的束手就擒 此时救援直升机及时赶报 探员大山被送往医院 天蝎团队用他们的高智商 彻底粉碎了面粉集团的计划 下F130战机被黑客入侵 竟将火控准星指向队友 毫无防备的队友被当场打爆牺牲 天蝎团队刚好看到这一幕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机械专家刘波架设了一台远程激光制导 来到合适位置 他让飞行员吸灭战机引擎垂直降落 让激光对准机头重新上传文件 恢复对战机的控制 战机恢复控制 但这里的危机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一股针对丑国的黑客力量正式降临 由于对方控制了无数战机和战舰 丑国不得已关闭了所有国防系统 包括核弹机 如果现在遭遇嫡袭 后果不堪设想 海军上将找到天蝎团队求助 将所有事情如实相告 小胡子有些震惊 他猜测刚刚的战机事件只是开端 果不其然 很快就有四艘驱逐舰被网络劫持 以包围之势分别停在国土的四个方向 周围几座城市都有覆灭的风险 众人正商讨对策 小美突然想到 对方是不是也能监听我们的谈话 小胡子灵机一动 他瞬间断定对方听不懂音语 否则以他们的自信 必然会夺回F130的控制权 小胡子判断对方大概率是来自东欧 他们父辈经历过冷战 所以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 就是打败丑国的国防系统 不愧是心理学专家 几句话就将目标范围大大缩小 众人立刻监视东欧的网络波动 很快便找到目标在保加利亚 对方应该是破解了一座军事基地的秘密信号 以此来控制战机和战检 众人兵分两路 摩根等人飞去保加利亚抓捕目标 沃特则赶去当局被网络劫持的军事基地 不多时 沃特感到隐藏在城市中的军事基地 来到服务器一顿操作之后 只需要进度调完成便可几幅控制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一艘军舰竟然自动发射了一枚导弹 目标直指沃特所在大路 这下完大了 两人连忙跑路 然而坐电梯和不踢太慢 沃特直接用斧头劈开电梯门 拿出一大块橡皮泥涂抹在手上 这样就可以防止摩擦受伤 接着两人一跃而下 顺着绳子一路滑行 那手都磨得直冒火星子 刚落地 导弹就击中大路 好在是有惊无险 沃特拿起斧头再次劈开大门 刚送小美上去 电梯轨道竟突然断裂 沃特和小美侥幸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上将联系到他们 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突然失联 目前来看应该是被黑客控制了 为了尽快找到装有核弹头的潜艇 沃特提议夺回驱逐舰的控制权 他的声纳系统可以迅速找到海下目标 可驱逐舰被黑客控制 还没等他们靠近就会被轰成碎片 这时刘波提议 如果能制造出一场金属雨 就会短暂干扰卫星信号 一人立刻展开行动 沃特和小美弄来一个旅球 刘波和小胡子则征用一台投石车 据说这是公元300年前的物件 而驱逐舰拥有自动防卫功能 只要旅球接近它便可被瞬间打爆 几人将旅球绑到投石车上 沃特驾船往驱逐舰方向赶去 这时小胡子割断绳子 投石车竟然罢工 这下麻烦了 刘波连忙拿出可乐 里面的磷酸可以用来除锈 做完这一切 投石车再次发动 自动反击的驱逐舰将旅球打爆 金属与漫天飞舞 黑客暂时失去控制权 沃特立刻登船 他必须在90秒内重新编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很快沃特便远程恢复了 四艘驱逐舰的系统 但现在对方还控制着一艘核潜艇 他定位到潜艇的位置 可要怎么恢复控制权呢 这时小胡子看到岸边的指示牌 码头竟只使用金属探测器 他灵机一动 只要他们在潜艇的必经之路 创造一个磁场 就会干扰黑客对他的控制 届时只要切断潜艇动力 黑客就无法控制潜艇了 几人说干就干 小胡子黑进石油系统 清空了一条海中输油管 小美拿来一些工业及磁铁建立磁场 刘波则搞来一根高压电线 走进输油管 两人根据小胡子的指示 将磁铁吸附到指定位置 此时潜艇已经进入磁场范围 只需要搭上电缆便可起动 两人必须立刻撤回 否则电缆会点燃里面的残留物 油管里 刘波和小美一路狂奔 小美不小心滑倒在地 高跟鞋和地上的石油让他无法起身 此时时间还剩20秒 刘波一把将他拽起 时间还剩10秒 两人终于跑了出来 小胡子直接扔出电缆 被高压通电后 磁场顺利启动 可惜潜艇已经离开了磁场区域 黑客彻底震怒 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 竟然启动了一枚战术核弹头 目标直指丑国的一座城市 关键时刻 艇长向他们保证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因为他要手动让潜艇沉默 用自己和手下的命去换一座城市 沃特灵机一动 告诉艇长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因为在导弹发射后 导弹将脱离黑客的掌控 他便可以趁这个空荡入侵导弹自带的定位系统 将导弹坐标发射到深海 黑客舰桩立刻展开反击 双方竟然就这样僵持不下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沃特的掌控之中 因为在刚刚的通话中 摩根表示自己已经找到黑客的确切方位 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 沃特才自降身段和他们展开博弈 在众位黑客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将他们一窝端掉 看来还是天蝎技高一筹 这边沃特得知黑客被捕 立刻以碾压的姿态夺下导弹控制权 将坐标更改到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地方 既然他们能排合污水污染生态环境 那么接下几个小小的核弹头问题应该有个大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190的天台 是如何拯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 这是一头十分稀有的非洲斑点鹿 世界上已知的仅剩五头 人们误以为它的器官能治愈绝症 才引来偷猎者大肆捕杀 在黑市上这样一头斑点鹿能卖到五十万马内 听到这儿 远在落成的摩根命令它们快跑 偷猎者都是亡命之徒 它们肯定不会放过这头斑点鹿 可天蝎众人又怎么会坐视不管 小胡子通过检查 发现这还是一头怀孕的母鹿 救下它就可以为这个物种延续香火 但此时母鹿因为中枪 羊水已经破了 子宫受到损伤 现在陆宝宝还处于妊娠中期 拿出来根本无法存活 小美请求他们出手救下这头母鹿 沃特自然不会让小美失望 一声令下 众人立刻展开行动 他们竟然要在这里做一个人造子宫 在小胡子的指挥下 刘波接通汽车的热传感器 它可以检测陆宝宝的温度 小美用含有抗生素的无菌盐水代替养水 接着用一根塑料油管充当其带 再拿下汽车的塑料布 制作一个保温的环境 利用这些简陋的材料 小胡子竟然真的做出人造器官 接下来就是拯救小鹿母子 经过一番操作 他们成功取出鹿宝宝 然后用油管连接其带 再用胶水将其粘合 然而就在他们将鹿宝宝放进塑料布时 才发现这种塑料至少要两层才能保温 这下麻烦了 小美连忙将鹿宝宝放进怀里 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体温维持不了多久 众人只能兵分两路 这时大壮在附近发现一部手机 应该是偷猎者掉落的 通过这里的联系人 他们很可能会一举端掉这个盗猎团伙 由于手机通讯路被加密 天才小胡立刻着手破解 大壮和当地民兵带着鹿妈妈 为大本营治疗 剩下的人则去附近的一个石油勘探队 利用可调节加热器维持鹿宝宝体温 然而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盗猎者竟然追了上来 看来他们已经在暗地里等待多时 大壮直接掏出武器 却不小心扔在地上 这下舒服了 他转身看到一桶燃料 于是利用线弹枪的弹夹和胶部 制作了一个简易炸弹 大壮奋力一扔 两个盗猎者当场影恨东北 可还没走多远 汽车就没有了 刚才扔掉的竟然是最后一桶燃料 带着一头几十斤的小鹿跑路显然不可 于是二人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他们将汽车停在路边 然后躲到另一边的石头后 当偷猎者被吸引过去 两人抱着母鹿偷走对方的小汽车 气得偷猎者脸都黑了 与此同时 沃特在民兵小黑的帮助下 找到石油勘探队 给路宝宝维持体温后 几人继续前行 基地里 天才小部终于破译了加密通讯路 里面竟然是所有偷猎者的联系方式 只要拨通他们的电话 他就能追踪到每个偷猎者的位置 沃特默默地听着他们说话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黑电话也响了起来 看到小黑没有回应 沃特举起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对着小黑哭吃就是一边跑 不料这就想给对方挠痒痒 眼见情况不对 他直接上手去抢方向爬 车子瞬间失控开进沟里 但小黑反应神速 直接掏出手枪对准沃特 好在小胡子及时赶到 一针麻醉将其放倒 众人继续赶路 这时小部让他们立刻停车 因为他追踪了所有盗猎者的定位 对方就在他们回大本营的必经之路上埋伏 原来小黑故意将他们带到包围圈 导致现在进退不多 沃特提议步行翻过旁边这座山 这样还有一线生机 他们利用草丛的高度隐藏身形 偷猎者很快也围了上来 可走着走着 一把阿卡四七直接顶到沃特脑门上 他假装要交出路宝宝 却在暗中卸下电源线 对着偷猎者就是一顿输出 这边的动静吸引了所有偷猎者 几人一路狂奔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不多时他们便翻过山头抵达大本营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在民兵强大的火力下 偷猎者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回来后 沃特立刻将路宝宝放回保密箱 这样他就可以活下来健康成长了 另一边母鹿发生休克 大壮连忙拿起出颤椅 却发现没有导电交 慌乱之间 他想起水和酒精的混合物可以导电 于是拿出消毒液挤在上面 对着母鹿哭哭就是一顿电击 鹿妈妈成功得救 而当地民兵通过小部提供的偷猎者定位 成功将整个偷猎组织土风瓦解 天蝎团队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为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贡献了一份力量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如何破解世界上最灵异的玛丽女王号 这天一位财力雄厚的导演找到天蝎团队 他出价一千万 请众人帮他证明世界上确实有阿飘的存在 地点就在玛丽女王号 在超能力的碾压下 这群信奉科学的天才立即展开行动 这时导演给他们普及了一下这里发生的故事 按下液压传送门的关闭按钮后 结果不小心滑倒 被门切成两半 从此他就一直在女王号寻找他的下半身 话音刚落 一个虚影出现在屏幕之中 竟然是那位拥有半截身子的船长 眼看阿飘就这样穿墙而过 众人一阵头皮发麻 这一幕直接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只有守在基地的沃特最淡定 因为刚刚所谓的阿飘出现的时候 整艘船都处于一个巨大的电磁场中 它可以干扰电子设备和温度 当磁力过强也可能引起轻微的患者 不过导演却坚持认为这是阿飘残留的力量 为了证实这一切 导演带他们来到女王号最灵异的地方 也就是寿飘大厅 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 外界谣传这里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漩涡 来到大厅正中央 电磁场的指数已经来到峰值 说明他们已经十分接近源头了 这是一滴红色液体从天而降 大壮愣在原地 沃特这边检测到磁场源头就在他们正上方 他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神之说 于是立刻联系女王号的运营人员 这是小美看到船体上的铁锈 和滴在大壮身上液体的颜色一毛都不差 众人一脸懵圈 这不就是那个被腰斩的船长吗 看来屏幕上的幽灵是因为磁场产生的双重曝光 磁场导致大厅摄像头捕捉的影响 和光头工作地方的监控数据混淆 而船顶那个巨大天线就是罪魁祸首 它上面装有铜制的销磁线圈 船内房间的床架也都是铜制的 他们会对天线产生干扰 产生非常强烈的磁场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天线联系到安装天线的厂家 质问他们到底给多少船只安装了这种天线 工作人员表示除了女王号还有一艘游轮 可下一秒他就被惊掉了下巴 根据定位显示 一艘在有2000万加仑天然气的无人游轮失控 原因也是天线干扰的电子系统 还有40分钟左右就要撞到位于前海的炼油厂 由于此场干扰严重 沃特无法黑进游轮的操作系统 摩根想要派直升机去里面关闭引擎 女人却说这方法也行不通 他们给控制中心安装了1.5米厚的缸门 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除非可以启动我们脚下的女王号直接追上去 将天线的信号放大10倍 便可恢复对游轮的控制 可这艘老船已经50年没有启动了 机械专家刘波只能尝试一下 经过一番操作 他在燃料炉里扔出一个打火机 里面竟然没有一丝反应 天蝎当即便驾驶女王号奔向游轮 游轮恢复控制 沃特立刻黑进导航系统 改变了游轮航向 可就在这时 女王号的天线竟然蹦出火花 似乎维持不住10倍的信号强度 下一秒便发生断裂 游轮再次失控 目标直指炼油厂的输油管道 由于加州的炼油厂都集中在这边 一旦两者触碰 造成的生态灾难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现在距离游轮撞毁还有25分钟 摩根已经联系海军网这边赶来 可时间根本来不及 疏散群众也不可能 谁也跑不过油管爆炸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游轮停下来 他们必须找一个足够快 而且足够重量的物体撞向游轮 几人瞬间想到附近的炼油厂 于是凭借国安局的身份临时证用 摩根弄来一个铁皮筒 将里面灌满沙袋 沃特则去改装输油管 他关闭了安全阀 以此来增加管道内的压力 随着水量不断注入 现在的输油管已经变成液压佳能炮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大壮在外面算好一切发射因素 铁皮筒也装弹上膛 铁皮筒成功击中邮轮 但由于刚刚晚了几秒 没有命中要害 邮轮还在飞速前进 这时工作人员传来一个好消息 刚当的撞击导致安全门短路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登船是有一定概率进入控制中心的 说干就干 摩根二人驾驶快艇飞速前进 为了节约时间 他一记神龙百尾 直接将沃特甩出666米 精准登陆邮轮 他来到控制中心 发现安全门确实是短路 可门的开关速度就像断头台 一不小心这部剧就得大结局 这边小美静静地数着 很快便找到大门开关规律 沃特准备好 进入控制中心手动停船后 船速却丝毫未解 看来是刚刚的撞击烧坏了内部控制器 眼看邮轮就要撞向输油管 一切都要毁于一旦 沃特灵机一动 他让队友用扬声器播放音乐 只要音量足够大 就会产生一道声波墙 让邮轮的声纳系统以为遇到真正的墙 他就会自己停下来 眼看邮轮离练游场越来越近 这边终于准备好了一切 声纳成功检测到歌曲的频率 引擎熄火 但制动距离让邮轮还在继续滑行 众人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终于在油管几公分的距离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侥幸躲过一劫 此件事了 导演出来向他们道歉 因为自己拍摄素材兴切 差点搞出人命 天蝎众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只是想证明阿飘并不存在这个世界 能拯救生命的也只有科学 不久后 导演剪辑的纪录片正式上演 可他竟然断章取义 大概意思就是天蝎团队证明了女王号确实存在阿飘 众人的努力全都白费 但为了那一千万片酬 忍了 这天众人刚要外出交流 疾控中心的李博士突然打来视频通话 原来某座城市爆发了蚊子病毒 只是一夜的时间 已知的感染病例就有1300人 死亡人数更是高达200 更可怕的是 雨季即将到来 届时蚊子的数量将以几十倍的速度增长 如果任由发展 国家人口将急剧下降 他们虽然培养出了不孕公文 但由于数量不多 博士想让天蝎团队找出最适合释放公文的位置 增加他们干活的效率 来到现场 博士给众人送来一盒铁罐 沃特很快便判断出某个湿地深处就是最佳释放的 事不宜迟 天蝎立即出动 可就在路上 开船的小胡子突然被项链勒住 一个重心不稳 装蚊子的铁罐竟然掉进水里 众人连忙返回 好不容易找到铁罐 可下一秒 这下麻烦了 拯救世界的铁罐竟然被鳄鱼吞掉了 如果30分钟内不取回铁罐 里面的蚊子都将缺氧而死 那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场病毒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沃特突然想起那条鳄鱼的右眼有道罢 根据这片湿地的管理员记载 这条鳄鱼名叫丧彪 只要找到它 就可以用麻醉枪取回铁罐 接着他们利用计算器和半导体 制造了一个金属探测器 然后关闭引擎用人力滑水以免打草惊蛇 终于在信号最强的位置找到丧彪 小胡子和摩根来到岸边 拿出准备好的记载 可丧彪貌似不是太乱 轻蔑地看了眼他们就走开了 然而沃特的枪法属实是差点意思 第一枪就和丧彪擦肩而过 他连忙上膛准备第二枪 摩根连忙掏刀救下小胡子 两人返回岸边 现在摩根急需解毒剂 否则药性一旦干扰到他的神经系统 摩根就会有生命危险 众人兵分两路 小胡子带着他回去治疗 但二人要穿过1.6公里的沼泽地 沃特和小美则留下来继续寻找铁灯 可队伍里拥有最强战力的摩根已经走了 他又怎么从鳄鱼嘴里搏下铁灯 沃特突然想起一种叫吐槽的植物 可以让鳄鱼自己吐出那瓶铁灯 一般生长在沼泽地里 他和小美立刻出发寻找 这边小胡子也不好摸 终结者的体型对他来说就是一座山 没走多远就背不动了 小胡子竟然陷进流沙 摩根立刻拿来一根树枝 可被打中鳄鱼镇定剂的他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无法拽出小胡子 危及关头 他看到附近的水池 想到流沙下面一般都是活水 很可能通向那座水池 于是让摩根找来一些石头 只要重量足够 沉得够快 他就可以在窒息之前进入地下水逃生 几分钟后 摩根终于回来了 此时小胡子就要陷进去了 好在关键时刻 鳄鱼镇定剂的药性发作 摩根一头栽进流沙 这也算是重物 小胡子只能勉强用一下 很快二人便在另一边的水池出现 摩根也在凉水的刺激下短暂恢复理智 两人终于来到路边 这里却没有李博士的影子 难道这种事也能被放鸽子 这时不远处传来汽车轰鸣声 李博士终于赶到 摩根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 获特和小美成功拿到偶吐槽 将他塞进一只鸡当作诱饵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此时距离蚊子被闷死还有四分钟 难道这场病毒真的不可阻止了吗 两人在定位附近仔细观察 不多时 铁罐突然浮出水面 获特立刻驾船过去 可他却将注意力全都放在罐子上 丝毫没注意到有障碍物的存在 小美被甩入水中 他让获特往后退 自己去拿铁罐 殊不知危险已然降临 两人给他呕吐槽的举动彻底激怒丧雕 今天非要活动了他们不可 机械专家刘波听到这边的情况 告诉他们小船可以开到70到80公里每小时 鳄鱼最快也就32公里每小时 听到这儿 获特直接拿出绳索 一头系在船上 另一头扔给小美 眼看鳄鱼朝这边冲了过来 就这样 小美成功得救 两人连忙赶到蚊子释放点 在最后几秒终于放出了不孕公文 他们将对携带病毒的母蚊造成致命打击 天蝎团队经历九死一生 再次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这天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生爆炸 摩根在现场找到蛛丝马迹 几乎可以断定 这是一起官司纠纷引起的报复事件 但沃特却认为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假如凶手是针对事务所 炸药应该放在另一边 这样才会造成最大伤害 而且凶手一定知道这里隐藏着光线电缆 因为他安装的炸药位置只是为了彻底毁坏电缆 这样落成的网络就会全线崩溃 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凶手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联邦监控组的老黑同意他的观点 这让摩根颇感意外 此事竟能引来监控组的关注 要知道他们从来不出外景了 回到基地 天蝎众人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放到一起 沃特用高丝滤波的算法 哭哭一顿操作 最终锁定到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男子 然后拿来一个矿泉水瓶 利用透镜效果看到男子的钥匙口 那是一个带着赛车头盔的乌龟 小胡子知道这是某个酒馆的活动奖励 于是他们立即找到该酒馆的酒保 在国安部的皮肤压制下 酒保将知道的一切如实交代 随后众人来到酒保所说的地址 结果刚好碰到那名男子 对方看到天蝎团队把腿就跑 刘波第一时间追了上去 沃特也连忙开车接应 但这群天才对追捕行动实属外号 一群人竟然对他束手无策 不知跑了几条街 沃特终于在路上将他截住 对方竟然直接掏出手枪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辆神器公交 对着男子就怼了上去 嫌疑人当场隐恨东北 线索再次中断 这起案件天蝎竟然屡屡受挫 这让团队的士气多少有些低迷 不多时 摩根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在嫌疑人的仓库找到一包爆炸装置 这可能是他们破解案件的最后机会了 刘波通过一番端详 断定嫌疑人准备了不止一枚炸弹 因为这里的东西明显是多套定时炸弹的零部件 所有人连忙跑到天台 只见落成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凶手分别攻击了商场 无线电台和一辆运钞车 难道对方是在报复社会随机挑选目标 但小美猜测运钞车并不是目标 因为落成的运钞车每周出现的时间都不一样 一个未知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当作目标 炸药应该是在垃圾桶里 目的就是为了炸掉大楼 运钞车只是碰巧赶上 既然对方的目标不是运钞车 那么凶手炸掉大楼一定是要毁掉某种东西 摩根利用国安部的身份 调来大楼所有商家信息 一个专卖灰科技的商家引起沃特的注意 灰科技专攻低速文件服务器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低速文件服务器可以长期储存一些网络数据 而在上传之前 文件还会在一个小路由器留下副本 时间长达几个礼拜 看来凶手有一个不想泄露的秘密 不惜毁掉整座城市也要将其销毁 此时低速服务器已经被毁 但小路由器有上千个 传输的文件更是高达百万份 想从这里找到凶手的IP地址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过在众位天才黑客的一顿操作下 终于是找到了存储该文件的小路由器 很快沃特便找到凶手要销毁的文件 里面的信息让他们惊掉下来 这是一封举报信 举报人曾是联邦监控组的一员 他举报老黑所带领的监控组 一直在非法监视八角大楼 看来是老黑发现了端倪 他将举报人灭口之后 又用炸弹不惜毁掉落成也要销毁证据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来不出外情的联邦监控组会关注此事 天蝎团队将文件拷贝了一份 刚要走 刘波敏锐地听到一个奇怪的动静 他爬进通风口 循着声音一路前行 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大壮通过闪灯和避避声来计算 这颗炸弹还有最多5分31秒 看来是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提前将它放在了这里 现在叫拆弹组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兵分两路 沃特留下来解决炸弹 摩根则去司法部上交证据 可就在下一个路口 来源正式监控组的老黑 为了销毁证据他不惜暴露身份 看来自己的方向果然没错 摩根假装交出优盘 反手便挣脱了束缚 这时警笛声四起 老黑连忙跑路 摩根一路追到停车场 两个在体制内的老乡时上演了一出生死决斗 经过一番激烈打斗 终结者最终略胜一筹 眼看就要结束这一切 老黑抄起铁棍照着脑瓜就试一下 局势瞬间逆转 关键时刻 大壮铭枪事件 至此老黑再无回转的余地 等待他的最亲的都得是老底坐穿 与此同时 小美等人正疏散大楼人员 但还是有人认为这是演习 楼内至少还剩五分之一的民众 沃特知道必无可必 今天要么让这炸弹熄火 要么就让自己熄火 这时刘波看到一旁堆放的铭固剂灵机一动 既然阻止不了爆炸 那就让他的威力减到最小 沃特拿来食用盐倒进铭固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沃特却始终没有出现 看到一个狼狈的身影 天蝎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他们再次用自己的高智商拯救了无数人 也让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个智商高达一百九的男人一脚踏进军事禁区 他看向苗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 军方五直和装甲车便将他团团包围 男人却只说了一句 我要找天蝎团队的老大沃特 此事惊动了国安部 摩根带着沃特来到关押男人的军事基地 一见面 男人就说了一大串数字和颜色 还说时间所剩不多 我们再不出手一切都晚了 原来男人名叫刘巴 智商高达一百九的他也曾是天蝎一员 对无线电领域有极深的造影 天空中飘过的每一个信号都逃不过他的手心 但他对科研已经走火入魔 沃特不得已才将他送进封人院 现在刘巴能以这种方式找到自己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他立刻带着队友来到刘巴家 一进门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型天线 沃特根据刘巴提供的数字和颜色 在屋内一番寻找 结果拼凑出来的信息让众人惊掉下来 刘巴竟然监测到附近的核反应堆温度失控 已经到了发生熔毁的阶段 他们立刻找到看守反应堆的刘海将军 向他说明事情的严重性 但将军却说不可能 要是出问题我这里的仪器会检测出来 看着这些老旧的系统 沃特上手一顿捅 仪表盘竟然直接来到橙色区域 要是到达红色就彻底凉凉了 随后沃特又拿出在刘巴家里找到的录音器 此人就是负责核电站安检的人 可他现在已经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国外了 看来原因就是丧彪认为反应堆必出事物 不想背负罪责才举加迁徙 此时将军也终于反应过来 沃特让他把刘巴放出来 因为这里没人比他更了解这个核电站 但这却引来添些其他成员的不满 显然他们很反感这个曾经的队友 更离谱的是一座核电站的安危 怎么能交到一个疯子手里 但沃特执意如此 来到核电站控制室 他们要对这个老旧的系统进行升级 首先是下载反应堆校准系统 但刘波却表示我们要先进行全面诊断 否则这里很可能会被我们毁掉 沃特选择相信刘巴 直接下载了校准程序 但刘波也不是吃素的 他坚持要检测电路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一声巨响 一个备用发电机突然爆炸 将军下令立即撤退 因为这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就会关闭安全门 到那时谁也出不去了 眼看检测仪表已经来到红色区域 将军带着所有人撤出核电站 但沃特却要坚持完成系统 否则这里的情况将会彻底失控 这边下载好程序 两人一路狂奔 却还是晚了一步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可就在即将赶到时 摩登脚下一空竟然摔了一跤 眼看安全门就要关闭 沃特连忙拿铁钳挡住 这下麻烦了 即便他们有再高的智商 被密闭的核电站又怎么打开呢 大壮立刻调出核电站平面的 试图找到逃生路线 可这里的显示器 无法显示整张地图 小胡子提议将它打印出来 然而他们实在高估了 几十年前的打印机 这速度要是把地图打印出来 摩登的坟头草都半米来高了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一声巨响再次袭来 带有辐射的蒸汽竟然泄露了 这时刘巴说自己监听军方密电时 他们说过一个排水管 可以从反应堆直接排进大海 但具体位置他忘了 只能回他家找到那盘录音带 刘波和小美陪他一同前往 此时距离摩根被辐射还有三分钟 得到消息 摩根立即出发 找到刘巴所说的管道钻了进去 很快便从核电站逃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刚刚沃特已经下载好校准程序 下一步就是更新数据 只要更新数据完成 反应堆会在一瞬间将温度恢复正常 然而就在这时 沃特的电脑竟然被植入了木马 他第一时间就知道是刘巴动了手脚 现在想要将电脑里的系统传送给反应堆 只能用模拟天线 可基地距离这里有三十分钟的路程 根本来不及 沃特想到刘巴家里那个巨型天线 距离最近的模拟天线也只有他了 众人立即出发 临走是摩根申请了一把武器 当众人乘坐军车来到刘巴家 整个城市已经拉响警报 还有两分多钟就要发声和融毁了 沃特连忙将天线连接到电脑上 可这里需要密码 破解根本来不及 刘巴却故意卖起官司 当初你们把我送进疯人院 我也是这么求你的 看到刘巴死不开口 摩根直接掏出手枪 此时距离时间还剩不到一分钟 刘巴表示只要你让我重回天线 给我个编制 我就说出密码 小美却没给她这个机会 她让沃特试试你们丧火那天的日期 随着密码输入完毕 网络连接成功 沃特立刻将升级系统发射到核电站 反应堆的温度瞬间恢复正常 天蝎团队再次利用他们的高智商 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刘巴也因为自己的鲁莽行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就是高智商带来的双刃剑 他们往往在一面之间 可以拯救或毁灭无数生灵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是如何穿越敌国雷区的 一声巨响 众人才知道自己已经踏入雷区 这里的爆炸声很快就会引来大批敌军 既观察这里的地形脑海中灵光一闪 表示只要踩在有花的地方 我们就是安全的 因为地雷会泄露腐蚀性物质 地表上的植物根本无法从 所以花从下方绝对安全 就这样 小队在沃特的带领下顺利穿越雷区 可一支科研队为何会跑到这里呢 原来就在刚刚 天蝎团队接到召唤 一架拥有最高机密的隐形战机在敌国这 如果被他们破解加密代码 国家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于是将军想让他们配合特种部队取回机密文件 目前来看 该国叛军方位距离坠机地点很远 所以安全问题应该是没问题 事不宜迟 天蝎立即展开首次跨国行动 大壮则在基地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 当天夜里 众人顺利抵达敌国边境 关闭车灯依靠月光前行 因为在这里一旦有亮光就会变成火把 然而就在他们朝目的地前进时 轮胎突然罢工 刘波打开手电筒查看受损情况 慌乱之中 刘波和小胡子跟团队走散 各种小队的队长龙奥天掏出一枚火箭筒 对着敌军一发入魂 趁着空荡众人拔腿就跑 也给刘波二人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 可万万没想到前方就是悬崖 两人失足坠落 好在有主角光环的存在生命并无大碍 这边沃特通过卫星电话 得知二人并无大碍 但方位已经偏离原定路线 于是让他们原地待命 经过一夜的奔波 小队终于赶到目的地 可战机早已变成碎片 飞行员也被烧得渣都不剩 这时沃特发现一个怪事 一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怎么可能配备三年前的硬牌 分明是被人掉了包 战机的机力文件被偷 摩根也在附近发现血迹 尸体怎么可能离开飞机 唯一的可能 就是反叛军带走了文件和飞行员 小队只能临时将巡回任务变为解救人质 可他们只有这几个人 又怎么在敌军大本营救人呢 沃特通过卫星定位 找到黑霞子所处方位 众人立刻出发前往目的地 然而就在经过一片包米地时 一名队员闻着变质的食物 嫌弃地扔在一旁 特战小队一脸懵圈 百年难遇的雷区竟然被他们碰到了 但这可难不倒天险 沃特让他们跟紧自己 由于地雷会泄露腐蚀性物质 所以上方一般都是寸草不少 他们只要跳到有花草生长的地方就没事 很快众人便穿越雷区 然而就在要出去时 队长龙奥天意识大意 竟然踩在草丛旁边的空地 脚下真实的触感让他一动不敢动 沃特连忙俯身查看 经过一番挖掘 发现这枚地雷不仅有压力改变 还有触发后的30秒倒计时 龙奥天让他们赶紧走 可沃特却执意要拆除地雷 众人一阵头皮发麻 好在是颗哑蛋 随着夜幕降临 众人根据定位赶到叛军据点 他们必须悄悄渗透进去 否则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龙奥天带着沃特来到营地外围 可当他一脚踹开房门 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难道是情报有误 俩人有些蒙灯 这时沃特注意到地中央的井盖 掀起来一看 里面竟然传来阵阵哀吼 来到地下 只见飞行员正被叛军严刑拷打 看来对方还没破译机密文件 龙奥天刚想动手就被沃特阻止 原来飞行员附近有燃料桶 一旦打遍他就死定了 俩人只能在角落等待 直到对方离开 他们立即上前解救飞行员 与此同时 摩根为了接应他们 在附近找到一辆小废车 试了开关竟然打不着火 打开引擎盖 里面竟然没有风扇皮带 留守基地的大壮得知此事 开始疯狂燃烧脑细胞 问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都有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胡克弹性定律 只要把卫生纸编成辫子 就可以充当风扇皮带 这边沃特三人刚要走 就被以丧彪为首的反叛军发现 看来今天是没法全身而退 丧彪对着龙傲天就是一顿输出 也是做给飞行员看 让他趁早交代机密文件的密码 沃特看不下去了 表明自己是被派来带走软件的专家 如果你们肯高抬跪手 我就把文件解开双手奉上 丧彪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便让沃特过去操作 他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软件自毁程序 直到进度条结束 硬盘突然变成空白 这时丧彪掏出手枪 位置处于三部之外 他无奈只能放下武器 关键时刻 沃特瞅准时机泼了一点燃料 导电后点燃了丧彪 龙傲天一个顺步上前 大电炮子哭哭就是一顿输 随后二人带着身负重伤的飞行员逃出营地 摩根开着用卫生纸修好的车子及时赶到 在离开的路上 刘波和小胡子已经等候多时 这次任务完成度堪称完美 除了挂彩没有损失一兵一组 天蝎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替国家挽回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于冰岛某处的秘密核基地被黑客入侵 50枚核弹竟然自动进入启动序列 值班士兵被吓得神魂巨震 不过好在对方没有破译最后一层密码 此事惊动了国安部高层 天蝎团队受到召唤调查此事 沃特从代码中发现 有人试图黑进核弹井 虽然没有成功 但对方怎么会知道核弹井的确切方位呢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摩根给他们找来一段16年前的绝命 总统全身而退 但那名特勤手里的手提箱却消失不见 此箱名叫橄榄球 里面有他们所有核弹发射井的坐标和控制器 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总统身边 他们一直以为那个手提箱丢了 于是便更改了所有发射密码 现在看来 橄榄球应该一直在不法分子手中 对方等待了16年 终于能黑进系统 而且就差一点就要得手 他们能隐忍至今绝不会善罢甘休 一旦密码被破译 按下远程发射按钮那将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射箱 否则他们将随时面临核危机 为了解除风险 他们找到当年替总统挡子弹的那名特勤 可此人因为脑部受损 完全想不起那天发生了什么 小胡子作为医学领域的天才 他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是记忆丢失 而是大脑下意识疯了这部分记忆 只要受到适当的刺激 他就会想起所有事情 众人找来电池和电线 利用电机刺激脑细胞恢复他的记忆 根据那天的情况 总统预习时温度高达20多度 不可能有人戴手套 那么搜索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摩根带着众位天才来到档案室 可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谁的手指是蓝色的 这时他们意外发现一名特工患有心脏病 因为出事当天此人用了硝酸甘油 拥有这种疾病的人不可能当选特工 那么他隐瞒病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小胡子灵机一动 通过定位找到那名特工 看到目标出现 他将手从冰桶里取出 上去就握住特工的手 对方的情绪很激动 直到摩根拿起他逐渐变蓝的手指 特工自知身份暴露把腿就跑 但号称终结者的摩根可不惯例 直接一脚越过汽车 只用了三秒便将身手敏捷的特工捉拿归案 回到基地 摩根通过背景调查 得知叛变特工的家人都在八国 16年前他们被陷害入狱 特工为了自己的家人 只能冒着叛国的风险帮对方偷出发射箱 因此从特工这里肯定问不出什么 于是便将他带到失忆的特勤面前 得知是曾经的同事策划了那起枪击案 让自己失去了一切 他愤怒的脑袋刮灵光一闪 突然想起这个叛徒 曾在他快昏迷时打过一个电话 根据当时按下电话号码的音调 竟然成功想起一组电话号码 大壮立刻查询16年前是谁在用这个号码 通过调查 发现这是一个虚假的慈善机构 这时摩根带来一个坏消息 对方再次黑入冰岛的核弹发射机 并且这次成功激活了导弹发射指令 现在距离发射只剩30分钟 如果不能阻止 30分钟后将爆发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核战 看来是有人想看他们都给你死我 然后在岸边坐收渔翁之力 他们必须阻止此人按下发射按钮 大壮这边定位到那个手机号码主 查到最近的备案住址在港口的船屋 众人立刻赶往目的地 刘波大壮留下来电后 剩下的人和特勤来到船屋附近 老当一撞的摩根破门而入 丧彪剑撞从后门逃跑 他们立刻追了上去 刘波剑撞也驾车上去围堵 丧彪对附近的路况很熟 但终究逃不过天蝎团队的手心 最终跑到一个火车道附近被众人围堵 此时距离核弹发射还有不到两分钟 丧彪眼珠一转 竟然直接将发射箱扔进铁轨 这里的铁丝网通了电 他们根本无法取回 而且火车即将经过 一分钟后 火车压过箱子 按钮就会触发 数百万人将原地立焚 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核战争就要开启 这时刘波看到不远处的磁铁灵机移动 立刻钻进起重机进行操作 可那一小块磁铁又怎么让火车停下 原来这条线路安装了快适制动器 会在紧急情况制动火车 只要利用电磁线圈激活制动器即可 刘波很聪明 懂得用磁铁逆转两极激活制动器 千军一发之际 火车成功停在距离发射箱几公分的地方 天蝎团队再次用他们的高智商 挽回了一场足以毁灭人类世界的灾难 这现阶段最先进的肩扛式火箭炮 是常规火箭的九倍射程 拥有远全激光制导技术 一旦锁定目标几乎无法逃脱 丧彪凭借他在黑白两道完全可以横着走 来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台 是如何出手剿灭这些社会独留的 这天一辆载着先进火箭炮的卡车在公路几尺 一伙不速之客将他们截停 两名司机当场隐恨东北 打开后备箱 只见里面装着密密麻麻的火箭筒 这下发达了 如此规模的军火被抢 第二天摩根连忙赶到天蝎营地 昨晚一车高科技火箭被截 两名司机遇害 幕后黑手是一个名叫丧彪的军火贩子 根据卫星图像 对方将军火运到了长滩港口 准备用一艘豪华油轮来运输 原来国安部老大下达命令 让他们对所有火箭筒植入定位追踪软件 找出丧彪背后的买家一网打尽 这对天蝎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沃特针对火箭筒制作了一个专用病毒 只要接触到那批军火 15分钟内就能搞定 随后他们伪造了证件和船票准备登船 经过缜密计算 在游艇出发前他们就能顺利脱身 进入游艇内部 沃特按照船体构造寻找可能存放军火的地方 这时一个船员突然走了进来 两人连忙躲到角落 不多时船员终于检查完毕 可他竟然在离开时关闭了舱门 这下麻烦了 当沃特两人出来后 游艇已经启动 他们只能尽快完成任务 然后在下一个停靠站找人接应 很快 两人就在刘波的指挥下找到那批火箭筒 沃特立刻连接火箭的导航系统嵌入病毒 可就在这时 一个脸上长着五官的卡拉咪突然出现 瞬间便控制了手无寸铁的摩根 眼看情况紧急 沃特连忙跳下高台 利用栏杆一脚把黑哥踹飞 当摩根捡起手枪 对方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下麻烦了 因为两人的身份已经暴露 火不其然 歹徒很快变量名身份 挟持船长召集宾克来到大厅 他们竟然要对所有人进行身份检验 要知道大壮和小美是临时做的假证 灯光一焰就全完了 这边摩根向海军申请支援 处理船上的人质事件 但沃特却等不及了 拆除火箭还要四分钟 那时大壮和小美必死无疑 为了救人 他连忙打给机械大师刘波 让他帮忙连接到船只的内部通讯 然后找来一个易拉罐 将所有火箭筒打包带走 来到特定的通讯点 沃特将电线连接到易拉罐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竟然可以直接向劫匪喊话 此时丧彪已经查到小美的证件是假的 关键时刻 不料丧彪根本不吃他的套路 对着话筒表示 如果你不把武器双手送来 我一分钟就杀一个人质 看看谁先沉不住气 这时刘波发现他们附近 有一艘外国驱逐舰 沃特立刻让他飞进控制系统 然后连忙答应丧彪 一切都听你的 只要不伤害人质就行 不多时 双方来到甲板 看到俩人还在拿军火威胁自己 丧彪直接将枪口对准船长 沃特无奈只能妥协 可对方不讲武德 对着沃特就是一记轴机 听到这儿 丧彪将他们带到一边 拿起自描式火箭筒对准天空 当直升机进入扫描范围 直接一发入魂 一个肩扛式火箭筒 竟然可以瞄准八公里以外的直升机 沃特算出飞行轨迹和风速 大概还有90秒的时间 俩人对视一眼 直接朝着后方一抬 坠入楼下的宴会厅 现在当务之急是和刘波联系 让他黑镜那艘驱逐舰发射拦截导弹 然而刘波的黑客技术不如沃特 即便完成入侵也为时已晚 眼看火箭弹离直升机越来越近 这时团队的天才小不出手 他瞬间变黑镜小日子的驱逐舰 但由于燃料管线受损 他们必须立刻返回 剩下的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不巧的是劫匪刚好发现他们 两人被带到甲板 摩根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刚要说出自己的身份 反手就是一电炮 三下五除二便放倒一众咔了咪 这时船长连忙捡起手枪 让所有人停手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只见船长的枪口指向沃特 他竟然和丧彪是一伙的 至此劫匪也准备开始撤离行动 他们将小美当成人质带走 沃特连忙上前阻止 你们要想活命带走我就行 我本人算是政府的宝贵资产 就这样 劫匪带走了沃特 眼看对方就要得逞 大壮从通风管道爬了出来 看到下方丧彪等人要跑 他鼓起勇气来到柵篮外 一记泰山压顶终结比赛 摩根趁机上前 直接放倒持枪咔了咪 此时游艇螺旋桨还在飞速运转 落水的劫匪纷纷被卷入殒命 不惠水的大壮也被吸附过来 可沃特一只脚被缠住无法扑身 这时摩根从天而降 小美则一路跑向驾驶室 摩根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拽住大壮 可螺旋桨的引力实在太强了 两人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眼看就要和劫匪一样命丧当场 关键时刻 小美跑到驾驶室 在刘波的指挥下关闭引擎 螺旋桨瞬间停止运转 摩根和大壮侥幸躲过一劫 沃特刚要救两人上来 幸存的船长竟突然露出水面 但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男人就是终结者T1000 敢跟他叫板 那是纯纯活泥崴了 就这样 天蝎团队用他们的高智商 成功除掉丧彪团队 这天五名旅友去国家森林探险 却意外在里面迷失了方向 这种棘手的案子只能交给他们出 来到现场 沃特等人开始架设机器 他的追踪软件能进行高级地面成像 可以穿透树木遮挡 在上空就可以得到地表情况 匹配失踪人员的脚印 根据五名旅友最后上传的照片 刘波分析出他们的脚印形状和大小 小胡子则利用心理学判断他们的行走阵型 有了这些线索 他们只需要用追踪器追踪这些脚印的方向 便可获得失踪旅友的位置 随着救援直升机起飞 大壮利用算法很快便匹配到相关脚印 可就在这时 飓风突然袭来 直升机被气流干扰彻底失控 沃特临危不乱 让飞行员远离松树 控制方向朝项目群坠落 这里的木质更远 生还的几率也更大 画面一转 直升机竟然被挂在大树上 众人不敢乱动 现在他们距离地面还有12米的距离 生怕压坏树枝摔个半身不随 小胡子发现飞行员的大腿受伤 不及时止血必死无疑 大壮计算树木的角度以及重量分布 只要合理一开重量 他们还是能够安全落地的 刘波很快便将安全带制作成绳索 然后众人在大壮的指挥下逐个垂脚 此时机舱只剩小美和沃特 沃特为了让小美先下去 竟私自打乱大壮的先后顺序 看到他安全落地 沃特也顺势滑下 众人刚想呼叫摩根支援 小胡子却发现卫星电话损坏 沃特连忙拿出地图 指出找到旅友之后的撤退地 那是一个名叫提亲手盆地的空地 他只能假设摩根的想法跟自己相同 因为这附近只有盆地是唯一可行的撤退地 随后他们留下大壮和飞行员等待地面部队救援 剩下的人则继续出发寻找失踪旅友 沃特的决断很正确 这边摩根发现队员失联 第一时间便指出提亲手盆地 他们就完人一定会在盆地会 与此同时 沃特等人在路上发现旅友脚印 很快便顺着蛛丝马迹找到失踪的五名旅友 刘波帮几人清空包裹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到男孩不舍的表情 刘波只允许他保留一块棚矿石 殊不知就是这块石头 帮助天蝎团队和旅友逃出升天 随着夜幕降临 大壮这边一直在修复无限电 好不容易听到声音 他却激动地连挫电线 一顿火花闪过 但这还不算晚 这时飞行员惊恐地看着他的身后 大壮也感受到身后的热量 刚刚的火星竟然引起山火 他连忙用安全带和舱门制作了简易单架 灵火会以每秒6.7米的速度扩散 一旦火圈完成合拢 两人便在无生还的可能 大壮无奈只能凭借超强的记忆力 拖着飞行员往沃特所说的盆地赶去 不多时 一片灰烬从天空飘过 沃特看到连忙将他踩灭 当他抬头的一瞬间彻底蒙圈 灵火竟然随着大风肆虐山林 情况变得愈加危急 不知走了多久 周围已经被烟雾笼罩 众人的呼吸逐渐困难 他们用水侵尸臭袜子堵住口壁 这样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但由于灵火的原因 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前方就是十几米的断崖 过去就离撤退点不远了 绕行只有死路一条 刘波果断利用绳索挂住树干 说完气氛变得有些凝固 谁也不敢第一个先过 游乐园的设施足够坚固 可这里的树干万一支撑不住碧岭盒饭 沃特鼓起勇气 拽住绳索高高跃起 看到他安全落地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另一边 大壮艰难地拖着飞行云 可火势蔓延的速度太快 再这样下去 俩人谁也跑不了 这时沃特看到不远处的管道灵机一动 立刻将飞行员塞了进去 然后拿舱门堵住唯一的入口 这个舱门是太质的 导热性特别差 想要活命只能冒险一事 不知考了多久 俩人竟然奇迹般躲过灵火焚烧 这边大部队越过山崖 距离盆地已经不远了 他们拼命穿梭在大火之中 但众人还是低估了灵火的威力 最终被堵在火圈无法到达盆地 与此同时 摩根亲自坐上救援直升机前往搜救 看到坠毁现场 他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飞行员劝他放弃 不可能有人在这里活下来 但摩根相信充满奇迹的天蝎团队 他立即让飞行员前往提琴守盆地 被火圈包围的众人看到直升机大声呼喊 可这里的烟雾太大 对方根本看不清地面情况 摩根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在飞行员的劝解下 他只能默认放弃救援 众人看到直升机要走 彻底陷入绝望 这时沃特看到一对情侣手上的钻戒灵机一动 连忙接了过来 他想起男孩的背包里还有一枚蓬矿石没扔 蓬得熔点低于火 而蓬对白金有脱氧效应 只要将二者包在一起扔进火堆 就会生成绿色烟雾 他竟然在绝境中自制了一颗信号弹 绿色烟雾直冲云霄 摩根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断定是天蝎团队的自救手段 于是立即派飞行员降落救人 众人终于得救 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要抛下大壮独自离开吗 沃特坚信大壮还活着 以他的智慧绝对会躲过灵雾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众人有些绝望了 就在他们要离开之际 一个人影从烟雾中跑了出来 大壮竟然背着飞行员一路跑到镇 所有被困人员聚起 直升机立刻起飞 灵火也在清晨时分得到控制 看来在关键时刻只有知识才是硬棒 这天探员摩根找到天蝎团队 最近一伙黑帮在大肆扩张地盘 让附近的几个街区鸣不聊生 受害者中还有一位黑帮会计的丈夫 为了给丈夫报仇 会计愿意转坐污点证人 搞垮这个犯罪集团 此次找来天蝎团队 就是希望他们制定一个安全的证人转移方案 小胡子和大壮精心设计了车队队形 证人必须放在第四辆车上 根据人类大脑的认知和疲劳 将在看过三个同类物品后被激发 如此以来第四辆车是心理上最安全的车辆 说干就干 这种小活对他们就是手拿把架 很快 他们就接上了会计刘海 车队分三路出发 最大概率减少被蹲点的渴 随着车队不断前行 沃特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校车 诱饵车辆立刻下车还击 后方两辆车同时往相反的方向驶去 扰乱歹徒的视线 这下应该安全了 大壮开始重新计算路线 可就在下一个路口 看来警队内部有卧底 对方竟然能如此精准地做好来服 此时车子已经抛锚 丧彪走到车前 抬手就清空了弹夹 看到车漆都自带防弹效果 他直接取出一把铁锤 来到车前警告所有人 要么交出这个刘海 要么你们给他陪葬 看到迟迟没有回应 丧彪气急败坏地对着门锁一边暴击 只要车门打开 所有人都得原地立刻 沃特灵机一动 要来现弹枪的子弹 将它们包在一起 从出风口放进暖气风箱 然后让司机猛踩油门 只要温度足够便可解除眼前危机 突然的爆炸让丧彪两人陷入昏迷 沃特则带着刘海离开现场 摩根及时赶来接应 天蝎众人对自己的路线十分自信 他们计算遭遇袭击的概率不足0.1%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警队里有内建 看来这伙犯罪集团在洛盛都已经根深蒂固 按照对方的实力 如果他们请求支援 第一时间来的肯定是丧彪团伙 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由于这辆车太过嫌疑 众人立即来到二手车行 拿大吉普换了个破面包子 随后一行人出发前往目的地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发生了 没跑多远面包车竟然引擎过热 水箱都要烧开了 加油站立 刘波打开面包发动机 里面热得直冒白烟 然而就在刘波挑选冷却夜时 丧彪竟然也走进便利店 听到枪声 众人立刻躲了起来 一名打手来到杂务室 好在没有继续向前 他转身走进卫生间 刘波趁这个空档 立刻找来一罐二氧化碳 小美则扔来一卷手指和马桶绿塞 凭借这几个生活用体 他竟然制作了一个简易发射器 就在这时 打手发现躲在角落的会计 刚要动手 这边小胡子拿来啤酒当作冷却夜 跟沃特一顿捅户终于修好了面包 屋内摩根也清空了弹甲 丧彪一步步朝他走去 眼看摩根就要危在旦夕 沃特直接一脚油门踩进便利店 撞得丧彪又一次陷入昏迷 随后打开后备箱拉上所有人 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但路途遥远 只能开70码的面包迟早会被丧彪追上 他们必须换一辆大马力的豪车 会计想到一个地方 在他的指引下众人来到一处豪宅 原来豪宅的主人是一名黑客 前些年欠了丧彪一些贷款 沃特直接假扮丧彪的手下上门催债 摩根则化身终结者 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淡的驾驶 黑客自然不敢得罪丧彪集团 沃特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拿马内还钱 二是拿东西抵债或者带你一只手的去 黑客一脸蒙灯 不多时 摩根二人拿着钥匙跑进房车 黑客则给丧彪打去电话 表示一个星期内自己会拿钱赎车 丧彪解释道我可没派人催债 这一沟通自然就知道沃特两人是假的 于是立刻派手下出去拦截 来到豪宅外 天蝎众人带着证人刘海登上房车 看着急迟而去的爱车 黑客的脸都绿了 这边刘波驾驶房车继续出发 可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刹车不好使了 这又是什么情况 原来刚刚丧彪找到黑客 让黑客黑进房车系统 关闭制动和减速功能 将这一车人送走以除后患 房车里 小胡子发现前方五公里就是一个急转弯 届时必然会车毁人亡 除非重新夺回房车系统 否则谁都难逃一死 可现在无线网络被切断 他们只能手动连接 也就是说 必须有人去车外操作 刘波找来一个滑板 小心翼翼地跳到上面 小胡子控制绳子长度 他慢慢趴到滑板上 随着绳子放松 刘波闪进房车下方 此时还有一分32秒就要冲下悬崖了 为了加快进度 沃特也来到房车顶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刘波完成任务回到车内 接下来就交给沃特了 眼看前方就要到急转弯 沃特终于关闭了电网 好在是有惊无险 沃特也侥幸逃过一劫 而经过一路的长途奔波 众人早就离开了落城 这回该轮到他们主动反击了 摩根大气地掏出电话 不多时 众人再次上路 丧彪也跟狗皮膏药一样追了上来 天蝎团队操控房车一顿蛇皮走位 此时丧彪已经上了头 不干掉这帮人事不罢休 这下完大了 接下来 在会计刘海的指证下 丧彪集团土崩瓦解 核心人员最轻的都是老底坐穿 天蝎团队再次凭借他们的高智商 剿灭维霍一方的黑恶势力 为百姓造福 这天天蝎团队进入潜艇执行任务 奉命潜入海底查看一个不明装置 机械大师刘波操控机械臂 对入侵者展开调查 看到上面的终端接口 他直接连上电缆 沃特则黑进入侵者的系统 本以为至少要花一个小时 不曾想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来到主界面 难道对方是故意的 沃特瞬间汗毛直竖 让艇长立刻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话音刚落 不明装置竟突然自爆 潜艇遭到严重破坏失去动力 在船员的全力操控下 最终还是撞向海底 通过一番检查 潜艇的引擎和电力系统通通失效 更糟糕的是 即便基地发现他们失踪也没办法 因为这次的巡航路线 只有潜艇上的人知道 这时隔壁舱体的士兵传来摩斯密码 他们正在尝试打开舱口 船体受到严重损坏 没有发电机 得到这些消息 沃特的大脑疯狂运转 没有电力就没有氧气 通风设备能给我们所有人提供 4.25立方米的氧气 再除以13个人 每人每小时要消耗42.5立方米的氧气 也就是说 一个小时之后氧气就会消耗殆尽 刘波连忙找到潜艇的通讯面板 试图恢复通讯和基地联系 可随着段路器开启 一条电缆突然断裂 在众人身边来回穿梭 几人差点就原地利粉 好在沃特用包包将它抵在墙上 可通讯面板已经彻底烧坏 他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 既然通讯不好用 那么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这时少尉维告诉众人 我们这个舱体刚好有一个出口通往外界 但潜水服却在别的舱体 而且这里位于海底91米 即便有潜水服 在这种低温下也不一定能够存活 这时沃特看到旁边的军用包裹 他知道这种材料可以做出潜水服 给众人增添了一份希望 少尉想要冒险一试 却被摩根拒绝了 因为少尉最熟悉潜艇的操控 而沃特和刘波则是尖端人才 为了顾全大局 他只能牺牲自己去外界求援 众人说干就干 沃特用包裹给他量身定做了一套潜水服 并叮嘱他上浮的注意事项 说罢便打开舱门 摩根进去后一个弹射起步 不知过了多久 这边沃特还在努力上前 终于来到海面 对着天空就是一发穿云舰 然后水平躺在水面节省体力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此时潜艇内的氧气只剩40分钟了 再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与此同时 摩根似乎听到船只的轰鸣声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来到船上 他第一时间敲击船体给潜艇传达信息 挺魅的众人听着声音一脸的不可置信 摩根竟然真的成功了 随后他拨通小胡子的电话 按照沃特的要求 他需要一个热水器那么大的氧气筒 一个拖车上的区别 三个黄铜电扇 还有一个防水的箱子和运动相机 外加一根管子和一套电池组 小胡子和大壮迅速采购设备 不多时 国安部派直升机将它们运送到目标海域 用刚刚买的材料 现场焊接了一个可以潜水的供养机 与此同时 沃特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 他决定开舱放水 让潜艇恢复平衡 这样其他被淤泥堵住的舱门都可以打开 士兵们就可以利用潜水服离开 但这样做的前提是 必须有人留在这里关闭进水口 三人决定合力给士兵们打开逃生通道 随着水流大量注入 潜艇在海底逐渐发生添移 到达一定水位 三人用尽吃爷爷的力气将进水口关闭 舱口也从淤泥中显露出来 士兵们顺利脱身 但沃特三人还被困海底 众人直接将焊好的供养机扔进水里 大壮操控着不断前行 很快便看见受损的潜艇 在双双的配合下 供养机顺利连接垃圾槽 大量氧气注入 接下来几人只需等待专业人士前来救援 可就在这时 众人闻到一丝怪味 原本以为是垃圾槽里的味道 仔细一闻 又有点像天蝎车库的冰箱 沃特恍然大悟 这时海水渗透了隔间 和铅酸电池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率 一旦浓度加大 三人的肺都会被溶解 五分钟内必须离开这里 一旁的少尉有些沮丧 思考片刻 他静止来到一个按钮旁 原来海军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发生危机 所有人无法逃生 潜艇上最后一名军官就要启动自毁程序 说罢便设定了五分钟的倒计时 也就是说 五分钟内不出去不被毒死也要被炸毁 随着时间流逝 沃特突然想到连接垃圾槽的氧气机 可以用它当作逃生舱离开这里 刘波却说人太多福利不够 我们会被困死在那里的 沃特说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潜艇一分钟后就会爆炸 我们很可能借助爆炸的冲击力浮出水面 三人立刻从狭小的洞口进入氧气机 少尉快头有些大 卡在了洞口 沃特直接掰断他一只胳膊 刘波则操控氧气机和潜艇分离 海面上众人还在焦急等待 摩根表示救援潜艇还有十分钟就能抵达 他们肯定会没事的 话音刚落 水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巨大的浪花似乎告诉所有人潜艇已经炸了 随着水面恢复平静 氧气机也随之浮出水面 众人的心情瞬间沉到谷底 这时氧气机突然有了动静 天蝎成员再次凭借他们的高智商 摧毁了一艘现役X第四潜水艇 这天国安部部长找到天蝎团队 哈国一个犯罪集团得到一枚苏制核弹 准备在明晚举行一场拍卖会 被邀请的买家都是个大恐怖组织头目 无论谁得到都将是一场灾难 部长希望天蝎可以运用技术手段 找到存放弹头的大王 剩下的就交给军方处理 随后拿出一份文件 里面是给他们伪造的新身份 众人只需伪装剧组便可混进哈国 但沃特知道 苏联时期的建筑都是千混凝土 热成像根本派不上用场 不过核弹头会发出一种电子蜂鸣声 波段在40千赫兹以内 只有狗子能听到 因此他制作了一个可以检测到蜂鸣声的探测器 根据神马定理就可以将楼内的空间描绘出来 做好一切准备 天蝎团队出发来到哈国 小美伪装记者进行拍摄宣传 沃特则利用改装后的摄像机 对47座仓库进行检测 可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踩点人的男人走过来 众人一脸懵圈 好在对方只是闲聊几句便转身离开 天蝎继续开始检测任务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在一个仓库里看到载着核弹头的平板车 没想到这次的任务这么顺利 众人爆出里面的人员配备和精卫部 便准备收拾行李回家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原来是刚刚那个踩点人 他说自己被警察盯上了 求他们能让自己进去避避风头 为了避免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 众人无奈只能放他进来 可下一秒 男人竟突然变脸挟持了小美 质问你们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 原来他懂音响装置 刚刚在现场的时候 他发现几人根本没有打开设备 才有了现在这一幕 沃特表示这都是误会 刚刚我们的设备出了故障才回来修理的 男人不信 沃特打开摄像机给他看 一个闪光灯 摩根趁机将他按倒在地 看来众人来这里的消息已经暴露 不过好在他们完成了任务 这时摩根接到部长电话 军方竟然取消了海豹突击队的行动 天蝎团队现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但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必须拿到或者解除那枚核弹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刘波发现装有核弹头的仓库有个密道 可以通过28号仓库的蒸汽通道偷偷潜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一旦他们进去了 要怎么拆除这个核弹头 普通的破坏敌人会再次修好 除非用硝酸中和里面的浓缩油 只要把油进入硝酸两分钟 他就会失效 可又要去哪里搞到硝酸呢 这是远在基地的大壮通过卫星地图 发现距离他们19公里有个军工厂 这里绝对储存了硝酸 众人立刻出发前往 来到目的地 他们发现工厂上方有很多沙冠 是用来扑灭军工厂里的化学火灾的 一般都用不上 所以几乎也没人看守 那接下来就简单得多了 沃特直接黑进军工厂的火警系统 刘波则顺着楼梯跳进沙冠 一切准备就绪 沃特暗想火解 沙冠自动启动扑灭程序 工厂所有人拼命往外跑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 可刘波这边却意外挂在沙冠出口 这下麻烦了 一旦消防队抵达现场 一切就都完了 小胡子连忙前去支援 顺着沙冠出口安全落地 救下刘波后 二人在一个密闭的箱子里找到硝酸 小胡子则拿来两个白大褂 假装工厂员工 淡定地和消防队擦肩而过 坐上前来接应的面包车 接下来就是中和浓缩油 可当他们赶到28号仓库 全都一脸蒙圈 这里竟然有一个真的剧组在拍摄 剧组挡住了大门口 这么进去肯定会暴露身份 为了不引人注意 小胡子偷走剧组服装 大摇大摆地往仓库走去 来到仓库内部 在大壮的指挥下 通过蒸汽管道顺利进入 装有核弹头的仓库 沃特第一时间拆开外壳 但由于硝酸含量较少 只能一个接一个的中和浓缩油 大壮则帮他们监视 隔壁守卫的一举一动 可就在这时 小胡子突然大笑 原来是由和硝酸发生反应 产生了笑气 沃特连忙将杯子拿走 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守卫过来查看 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开火 歹徒火力很猛 刘波剑撞直接钻进驾驶室 打着火后一脚油门踹出了仓库 一辆载着核弹头的平板车 在废弃基地横冲直撞 歹徒在后面穷追不少 摩根连忙请求支援 可现在哈国封锁 国安部根本没有支援的权限 一切都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然而平板车马力有限 只能来回穿梭挡住歹徒 危急时刻 沃特直接将硝酸扔向后车 虽然暂时挡住他们的追击 但天蝎也没有硝酸来中和油元素了 沃特让小胡子寻找废弃矿动 这枚核弹头无论如何 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为了完成任务 他竟然直接激活了启动程序 刘波则根据小胡子的路线 一路来到废弃矿动 现在歹徒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追上 沃特连忙设置好发射角度 现在没时间去观察矿动内的情况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不多时 歹徒终于追了上来 看来今天注定要凶多吉少了 随着点火系统启动 所有人趴在原地 核弹竟以惊人的速度飞进矿动 千军一发之际 核弹在矿动几百米发生爆炸 一切都如沃特预想的那样 摩根趁乱捡起武器 局势瞬间逆转 天蝎团队再次凭借他们的高智商 成功击垮犯罪集团的邪恶计划 看看这群智商高达一百九的天才 如何解救被困在百米悬崖的沃特 此时沃特陷入昏迷 车子被卡在一个极其微妙的平衡点 稍不注意就会坠崖身亡 天蝎成员大声呼喊 经过不懈努力 沃特终于恢复一丝意识 他艰难地接起电话 刘波告诉他千万不要乱动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现在血液已经凝结 最好的情况就是保持现状 也就是说 沃特现在一动不能动 只能乖乖等待救援 这时警方赶到现场 小胡子表示自己叫的是消防队 你们过来干嘛 还没等警员了解情况 小胡子就让他们后退 不要给自己添乱 并让他叫来一切自己需要的资源 警员不知道几人的身份 当场便送了俩人一副银色大手镯 大壮健壮连忙叫来摩根 此时警方已经开始着手救援 了解情况的摩根大手一挥 直接叫来现场负责人 表明自己国土安全部的身份 得知对方的来头如此之大 负责人立刻交出现场指挥权 接下来救援行动正式开始 专家经过土壤检测 用抓钩确实会导致车毁人亡 也不能用直升机 直升机的气流会让汽车失去平衡 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在悬崖底部往上爬 可救援时间就会大大延长 就在这时 小胡子突然发现 汽车竟然冒出阵阵白烟 这下麻烦了 从无人机的角度来看 发动机已经着火 这样下去车子迟早会爆炸 消防队也不敢轻易出手 只要把油箱内的燃料抽空 就能避免车子发生爆炸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沃特没被炸死也要被熏蒙了 悬崖上 刘波快速改造了消防水管 用毛巾裹在出水口 扎了几个洞之后 将钢制针头固定在上面 接下来就是考验准度的时间 大壮计算你只有击中油箱底盘 刘波没工夫听他这些理论 对着油箱就是一发入魂 随着燃料排出 油箱逐渐变轻 车子即将失去平衡 为了让重量分布均匀 沃特努力地往身后靠去 由于座位发生一动 车子算是暂时保持了平衡 可肋骨的伤口再次被金属划开 小胡子判断肯定是碎片刺进了皮脏 伤口再次加深 不出五分钟沃特就会当场身亡 他的大脑也逐渐失去意识 为了保持清醒 沃特拿来电线 不断刺激自己的身体 这时小胡子终于想到解决办法 他让沃特拿出手抠里的银底 然后将它塞入点烟气 银气能快速导热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部分 当它足够热的时候 拔下来刺入皮脏 这样就能达到止血的效果 过程就不给大家一一展示了 结果很成功 沃特的生命体征恢复稳定 这时登山队又传来最新进展 由于刚刚车辆位置发生变动 他们必须改变方向 先爬上来再迂回接近 这一来一回就要二十多分钟 而且根据实时的地表评估 现在哪怕只有最轻微的重量变动 都会打破汽车平衡 话音刚落 沃特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一只乌鸦竟然落在车头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如今这种情况下 这只鸟很可能就是压倒沃特的 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汽车不断向下倾斜 众人的心里很矛盾 它不飞走 汽车正慢慢朝外倾斜 可要飞走的话 汽车现在就会掉下去 飞与不飞 今天沃特都难逃一死 机械大师刘波决定输死一搏 他知道附近有家工地施工 于是立即借来一辆吊车 此时随着乌鸦挪动脚掌 车子也加大倾斜角度 这边刘波连忙将摩根拴在吊车上 随着他控制开关 摩根不断向沃特的方向垂降 可就在这时 乌鸦竟然掀了桌子 不顾沃特死活直接飞走 车子瞬间失去控制 沃特连忙打开车门 终结者展现出惊人的臂力 竟然没有安全手 仅凭一只手臂就将他拽了上来 以往都是沃特带领团队救人 没想到他也有惊天 来到医院 沃特的伤势恢复稳定 预计下一集就能活蹦乱跳了